呐喊 自序 这是李京为librivox.org所提供的录音 一切Librivox的录音都为公众所有 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Librivox的信息 或者提供支援服务 请参看librivox.org网站 呐喊 作者鲁迅 呐喊自序 我在年轻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 后来大半忘却了 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 所谓回忆者 虽说可以使人欢心 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 使精神的思虑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 又有什么意味呢 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 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 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 曾经常常 几乎是每天 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 年纪可是忘却了 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 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 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 在五面里接了钱 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 给我酒病的父亲去买药 回家之后又需忙别的事了 因为开放的医生是最有名的 以此所用的药营也奇特 冬天的颅根 金霜三年的甘蔗 蟋蟀要圆对的 节子的平地木 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 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中一日的顽固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 我以为在这屠路中 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 仿佛是想走异路 逃异地 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我的母亲没有罚 办了八元的穿姿 说是有我的自便 然而亦哭了 这正是清理中的事 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 所谓学养物 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 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 要加倍地奚落 而且排斥的 而况亦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 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 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 在这学堂里 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制 算学 地理 历史 绘图和体操 生理学并不教 但我们却看到些木板的全体性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 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 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 便渐渐地误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益的或无益的骗子 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 而且从异出的历史上 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 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 我的梦很美满 预备竹叶回来 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得病人的疾苦 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 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 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 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 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 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 而时间还没有到 教师便印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 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 其实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 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 我在这一个讲堂中 便需常常随习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 有一回 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 一个绑在中间 许多站在左右 一样是强壮的体格 而显出麻木的神情 据解说 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 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 而围着的便是来赏见这示众的慎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 我已经到了东京了 因为从那一回以后 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 凡是愚弱的国民 即使体格如何健全 如何茁壮 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 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 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 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证理化 以致警察工业的 但没有人致文学和美术 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 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 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 商量之后 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 明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 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 所以只为之 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 但最先就引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 接着又逃走了资本 结果只剩下不明以前的三个人 创作时候既已备时 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 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 不能在一处纵坛将来的好梦了 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 是自此以后的事 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 后来想 凡有一人的主张 得了赞赫 是促其前进的 得了反对 是促其奋斗的 独有叫喊于生人中 而生人并无反应 既非赞同 也无反对 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 无可措手的了 这是怎样的悲哀啊 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有一天一天地长大起来 如大毒蛇 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 却也并不愤懑 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 看见自己了 就是 我绝不是一个振臂一呼 硬着云集的英雄 只是 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屈出的 因为这与我太痛苦 我于是用了种种法 来麻醉自己的灵魂 使我沉入于国民中 使我回到古代去 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 都为我所不愿追怀 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 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揍了功 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会馆里有三间屋 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溢死过一个女人的 现在 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 而这屋还没有人住 许多年 我便遇在这屋里抄古碑 课中少有人来 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意 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地消去了 这也就是我唯一的愿望 夏夜 蚊子多了 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 从蜜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 晚出的怀残又美美冰冷地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获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 金星义 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 拖下长衫 对面坐下了 因为怕狗 似乎心房还在蓬蓬地跳动 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 有一页 他翻着我那古碑的抄本 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 他们正办新青年 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 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 我想他们叙事感到寂寞了 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 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灰的 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 不久都要闷死了 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 并不感到救死的悲哀 现在你大嚷起来 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 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 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 然而 几个人既然起来 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 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 然而说到希望 却是不能抹杀的 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 必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 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 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 这便是最初的一篇 狂人日记 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 没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 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 激久了 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 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魄而不能以于言的人了 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吧 所以有时候人不免呐喊几声 聊以未及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事 使他不但于前驱 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 是可赠或是可笑 那倒是不暇顾忌的 但既然是呐喊 则当然去听将令的了 所以我往往不须用了取笔 在要的鱼儿的坟上 凭空添上一个花环 在明天里也不须擅思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 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 至于自己 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 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轻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这样说来 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 也就可想而知了 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 善而至于且有成绩的机会 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 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 而玄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 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 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截集起来 而且复印了 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便称之为呐喊 1922年12月3日 鲁迅寄于北京 《呐喊自序》结束 此次录音由李京提供 鲁迅小说集《呐喊》 《狂人日记》 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某军昆仲 经颖其名 皆于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 分隔多年 消息渐缺 日前偶闻其一大病 誓归故乡 于道往访 则紧无一人 言并者其弟也 劳君远道来世 然依早遇 赴某地后补义 因大孝 出示日记二册 未可见当日病状 不妨献诸就有 迟归月一过 知所患该迫害狂之类 语颇挫杂无伦次 又多荒唐之言 亦不着月日 惟莫瑟字体不一 知非一时所述 见亦有略据联络者 经错录一篇 以共一家研究 寄中语物 一字不译 为人民虽皆村人 不为世间所知 无关大体 然亦息亦去 至于书名 则本人育后所提 不复改业 七年四月二日至 一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 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 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 然而需十分小心 不然那赵家的狗 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 二 今天全没月光 我知道不妙 早上小星出门 赵贵翁的眼色变怪 似乎怕我 似乎想害我 还有七八个人 交头接耳地议论我 张着嘴 对我笑了一笑 我便从头指冷的脚跟 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 我可不怕 人就走我的路 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 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 脸色也铁青 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 他也这样 忍不住大声说 你告诉我 他们可就跑了 我想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 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 只有念脸以前 把古九先生的成年流水步子 揣了一脚 古九先生很不高兴 赵贵翁虽然不认识他 一定也听到风声 待抱不平 约定路上的人同我做冤队 但是小孩子呢 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出事 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 似乎怕我 似乎想害我 这真叫我怕 叫我呐喊 而且伤心 我明白了 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 三 晚上总是睡不着 凡是续的研究才会明白 他们 也有给支县打架过的 也有给绅士长过嘴的 也有牙医占了他妻子的 也有老子娘被摘住逼死的 他们那时候的脸色 全没有昨天这么怕 也没有这么凶 最奇怪的是 昨天街上的那个女人 打他儿子 嘴里说道 老子呀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 他眼睛却看着我 我出了一惊遮掩不住 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 便都哄笑起来 陈老五赶上前 硬把我拖回家中了 拖我回家 家里的人都装作不认识我 他们的脸色也全同别人一样 进了书房便反扣上门 婉然是关了一只鸡鸭 这件事 越叫我猜不出底细 前几天 郎子村的店户来告慌 对我大哥说 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 给大家打死了 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 用油煎炒了吃 可以壮壮胆子 我插了一句嘴 店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 今天才晓得他们的眼光 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样 想起来 我从顶上只冷到脚跟 他们会吃人 就未必不会吃我 你看那女人咬你几口的话 和一伙青面獠牙人的笑 和前天店户的话 明明是暗号 我看出她画中全是毒 笑中全是刀 她们的牙齿全是白粒粒的排着 这就是吃人的家伙 照我自己想 虽然不是恶人 自从揣了骨架的步子 可就难说了 他们似乎别有心思 我全猜不出 况且他们一翻脸便说人是恶人 我还记得大哥教我作论 无论怎样好人 翻她几句 她便打上几个圈 原谅坏人几句 她便说 反田妙手 于众不同 我哪里猜得到他们的心思究竟怎样 况且是要吃的时候 凡事总需研究才会明白 古来时常吃人 我也还记得 可是不甚清楚 我翻开历史一查 这历史没有年代 歪歪斜斜的 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 我横竖睡不着 仔细看了半夜 才从字缝里 看出字来 满本都写着两个字 是吃人 书上写着这许多字 店户说了这许多话 却都笑盈盈地睁着怪眼看我 我也是人 他们想要吃我了 四 早上我静坐了一会儿 陈老五送进饭来 一碗菜 一碗蒸鱼 这鱼的眼睛 白而且硬 张着嘴 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 吃了几块 滑溜溜的 不知是鱼 是人 便把他兜兜连长地吐出 我说 老五对大哥说 我闷得慌 想到园里走走 老五不答应 走了 听一会儿 可就来开了门 我也不动 研究他们如何摆布我 知道他们一定不肯放松 果然 我大哥引了一个老头子 慢慢走来 他满眼胸光 怕我看出 只是低头想着地 从眼镜横边 暗暗看我 大哥说 今天你仿佛很好 我说 是的 大哥说 今天请何先生来 给你整一整 我说 可以 你 其实 我岂不知道 这老头子 是筷子手办的 无非借了看麦 这明目 揣一揣肥鸡 迎着功劳 也分一片肉吃 我也不怕 虽然不吃人 胆子 却比他们还壮 伸出两个拳头 看他如何下手 老头子坐着 闭了眼睛 摸了好一会儿 待了好一会儿 便张开他鬼眼睛说 不要乱想 静静的养几天就好了 不要乱想 静静的养 养肥了他们自然可以多吃 我有什么好处 怎么会好了 他们这群人 又想吃人 又是鬼鬼祟祟 想法子遮掩 不敢直接下手 真要令我笑死 我忍不住 便放声大笑起来 十分快活 自己晓得 这笑声里面 有的是义勇和正气 老头子和大哥 都失了色 被我这勇气正气 镇压住了 但是 我有勇气 他们便越想吃我 沾光一点这勇气 老头子跨出门 走不多远 便低声对大哥说道 赶紧吃吧 大哥点点头 原来也有你 这一件大发现 虽是意外 也在意中 合伙吃我的人 便是我的哥哥 吃人的 是我哥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吃了 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五 这几天是退一步想 假使那老头子不是筷子手办的 真是医生 也仍然是吃人的人 他们的祖师李时珍做的 本草什么上 明明写着人肉可以兼吃 他还能说自己不吃人吗 至于我家大哥 也毫不冤枉他 他对我讲书的时候 亲口说过可以一子而食 又一回偶然议论起一个不好的人 他便说不但该杀 还当食肉倾皮 我那时年纪还小 心跳了好半天 前天狼子村店户来说痴心肝的事 他也毫不奇怪 不住的点头 可见心思是同从前一样很 既然可以一子而食 便什么都义的 什么人都吃的 我从前单听他讲道理 也糊涂过去 现在晓得他讲道理的时候 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 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 六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 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 狮子似的凶行 兔子的怯弱 狐狸的狡猾 七 我晓得他们的方法 直接杀了是不肯的 而且也不敢 怕有祸罪 所以他们大家联络 布满了罗网 逼我自强 是看前几天街上男女的样子 和这几天我大哥的作为 便足可悟出八九份了 最好是解下腰带 挂在梁上 自己紧紧勒死 他们没有杀人的罪名 又尝了心愿 自然都幻天喜地的 发出一种烏烏烟烟的笑声 否则金鹤忧愁死了 虽则掠兽也还可以手啃几下 他们是只会吃死肉的 记得什么书上说 有一种东西叫海伊娜的 眼光和样子都很难看 时常吃死肉 连几大的骨头都细细嚼烂 叶下肚子去 想起来也叫人害怕 海伊娜是狼的清卷 狼是狗的本家 前天赵家的狗 看我几眼 可见他也同谋 早已接洽 老头子眼看着地 岂能瞒得我过 最可怜的是我的大哥 他也是人 何以毫不害怕 而且合伙吃我呢 还是力来惯了 不以为非呢 还是丧了良心 明知故犯呢 我诅咒吃人的人 先从他起头 要劝转吃人的人 也先从他下手 八 其实这种道理 到了现在 他们也该早已懂的 忽然来了一个人 年纪不过二十左右 相貌是不很看得清楚 满面笑容 对了我点头 他的笑也不像真笑 我便问他 吃人的事对吗 他仍然笑着说 不是黄年怎么会吃人 我立刻就晓得 他也是一伙 喜欢吃人的 便自勇气百倍 偏要问他 对吗 这等事问他什么 你真会说笑话 今天天气很好 天气是好 月色也很亮了 可是我要问你 对吗 他不以为然了 含含糊糊地答道 不 不对 他们喝一敬吃 没有的事 没有的事 狼子村现吃 还有书上都写着 通红崭新 他便变了脸 铁一般轻 睁着眼说 有许有的 这是从来如此 从来如此便对吗 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 总之你不该说 你说便是你错 我直跳起来 张开眼 这人便不见了 全身出了一大片汗 他的年纪 比我大哥小得远 居然也是一伙 这一定是他娘老子先教的 还怕已经教给他儿子了 所以连小孩子也都恶狠狠地看我 九 自己想吃人 又怕被别人吃了 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 面面相聚 去了这心思 放心做事 走路吃饭睡觉 何等舒服 这只是一条门槛 一个关头 他们可是父子兄弟 夫妇朋友 尸身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 都结成一伙 互相劝勉 互相牵扯 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 十 大清早去寻我大哥 他立在堂门外看天 我便走到他背后 拦住门 格外沉静 格外和气地对他说 大哥 我有话告诉你 你说就是 他赶紧回过脸来 点点头 我只有几句话 可是说不出来 大哥 大约当初野蛮的人 都吃过一点人 后来因为心思不同 有的不吃人了 一味要好 便变了人 变了真的人 有的却还吃 也同虫子一样 有的变了鱼鸟猴子 一直变到人 有的不要好 至今还是虫子 这吃人的人 比不吃人的人 何等惭愧 怕比虫子的惭愧猴子 还差得很远很远 一牙 挣了他儿子 给节奏吃 还是一直从前的事 谁晓得从盘古 开辟天地以后 一直吃到一牙的儿子 从一牙的儿子 一直吃到徐熙玲 从徐熙玲 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 去年城里杀了犯人 还有一个生牢病的人 用馒头蘸血田 他们要吃我 你一个人 原也无法可想 然而又何必去入伙 吃人的人 什么事做不出 他们会吃我 也会吃你 一伙里面 也会自吃 但只要转一步 只要立刻改了 也就是人人太平 虽然从来如此 我们今天也可以格外要好 说是不能 大哥 我相信你能说 前天店户要减租 你说过不能 当初他还只是冷笑 随后眼光便凶狠起来 一道说破他们的引擎 那就满脸都变成青色了 大门外立着一伙人 赵桂翁和他的狗 也在里面 都探头探脑地挨进来 有的是看不出面貌 似乎用布蒙着 有的是忍旧青面獠牙 抿着嘴笑 我认识他们是一伙 都是吃人的人 可是也晓得他们心思很不一样 一种是以为从来如此 应该吃的 一种是知道不该吃 可是仍然要吃 又怕别人说破他 所以听了我的话 越发气愤不过 可是抿着嘴冷笑 这时候 大哥也忽然显出凶相 高声喝道 都出去 疯子有什么好看 这时候 我又懂得一见他们的巧妙了 他们其单不肯改 而且早已布置 预备下一个疯子的明目照上我 将来吃了 不但太平无事 怕还会有人见情 店户说的大家吃了一个恶人 正是这方法 这是他们的劳仆 不 陈老五也气愤愤的只走进来 如何按得住我的口 我偏要对这伙人说 你们可以改了 从真心改起 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 活在世上 你们要不改 自己也会吃尽 即使生的多 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 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 同虫子一样 那一伙人都被陈老五赶走了 大哥也不知哪里去了 陈老五劝我回屋子里去 屋里面全是黑沉沉的 横梁和船子都在头上发抖 抖了一会就大起来堆在我身上 万分沉重 动弹不得 他的意思是要我死 我晓得他的沉重是假的 便挣扎起来出了一身汗 可是偏要说 你们立刻改了 从真心改起 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 十一 太阳也不出 门也不开 日日是两顿饭 我捏起筷子便想起我大哥 晓得妹子死掉的缘故也全在他 那时我妹子才五岁 可爱可怜的样子还在眼前 母亲哭个不住 她却劝母亲不要哭 大约因为自己吃了 哭起来不免有点过意不去 如果还能过意不去 妹子是被大哥吃了 母亲知道没有 我可不得而知 母亲想也知道 不过哭的时候却并没有说明 大约也以为应当的了 记得我四五岁时 坐在堂前乘凉 大哥说爷娘生病 做儿子的去割下一片肉来 煮熟了请他吃 才算好人 母亲也没有说不行 一片吃的整个的自然也吃的 但是那天的哭法 现在想起来实在还叫人伤心 这真是奇怪的事 十二 不能想了 四千年来实时吃人的地方 今天才明白 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 大哥正管着家务 妹子恰恰死了 她未必不和在饭菜里 暗暗给我们吃 我未必无意之中 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 现在也轮到我自己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 当初虽然不知道 现在明白 难见真的人 十三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 或者还有 舅舅孩子 一九一八年四月 狂人日记结束 此次录音由李金提供 鲁迅小说集 《呐喊》孔一集 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鲁镇的酒店的格局 是和别处不同的 都是当街一个取齿型的大柜台 柜里面预备着热水 可以随时温酒 做工的人 傍午傍晚散了工 每每花四文铜钱 买一碗酒 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 现在每晚要涨到十文 靠柜外站着 热热的喝了休息 唐肯多花一文 便可以买一叠盐竹笋 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 如果出到十几文 那就能买一样荤菜 但这些顾客 多是短衣帮 大地没有这样阔绰 只有穿长衫的 才夺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 要酒要菜慢慢的作喝 我从十二岁起 便在镇口的闲狠酒店里当伙计 掌柜说 样子太傻 怕事后不了长衫主顾 就在外面做点事吧 外面的短衣主顾 虽然容易说话 但老老叨叨 缠家不清的也很不少 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 黄酒从毯子里咬出 看过胡子底里有水没有 又轻看将胡子放在热水里 然后放心 在这严重监督下 掺水也很为难 所以过了几天 掌柜又说我干不了这事 幸亏箭头的勤面大 辞退不得便改为 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之物了 我从此便整天的站在柜台里 专管我的职务 虽然没有什么失职 但总觉得有些单调 有些无聊 掌柜是一副胸脸孔 主顾也没有好生气 叫人活泼不得 只有孔一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 所以至今还记得 孔一己是站着喝酒 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 他身材很高大 清白脸色 皱纹间时常加些伤痕 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 穿的虽然是长衫 可是又脏又破 似乎十多年没有补 也没有洗 他对人说话总是门口知乎辙也 叫人半懂不懂的 因为他姓孔 别人便从苗红纸上的 上大人孔一己 这半懂不懂的话里 替他取下一个戳号 叫做孔一己 孔一己一到店 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 有的叫道孔一己 你脸上又添上心伤疤了 他不回答 对柜里说 无闻两碗酒 要一碟回香豆 便排出酒闻大前 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 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 孔一己睁大眼睛说 你怎么这样凭空无人清白 什么清白 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 吊着打 孔一己便仗红了脸 额上的清净迢迢站出 争辩道 妾书不能算偷 妾书 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 接连便是难懂的话 什么君子顾穷 什么者乎之类 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 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听人家贝利利谈论 孔一己原来也读过书 但终于没有进学 又不会迎生 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 信而写的一笔好字便替人家抄抄书 换一碗饭吃 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好吃懒做 做不到几天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焰一起失踪 如是几次叫他抄书的人也没有了 孔一己没有罚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 但他在我们店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 就是从不拖欠 虽然监货没有现钱 暂时系在坟板上 但不出一跃定然还清 从坟板上逝去了孔一己的名字 孔一己喝过半碗酒 帐红的脸色渐渐负了圆 旁人便又问道 孔一己你当真认识字吗 孔一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懈之变的神气 他们便接着说道 你怎的连半个袖才也捞不到呢 孔一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 脸上拢上了一层灰色 嘴里说些话 这回可是全是知乎者也之类一些不懂了 在这时候众人也都轰笑起来 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 掌柜是绝不责备的 而且掌柜见了孔一己 也每每这样问他 引人发笑 孔一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 便只好向孩子说话 有一回对我说道 你读过书吗 我略略点一点头 他说 读过书我便考你一考 回乡斗的回字 怎样写的 我想烤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吗 便回过脸去 不再理会 孔一己等了许久 很恳切的说 不能写吧 我交给你记着 这些字应该记着 将来做掌柜的时候写账要用 我按想 我和掌柜的等级还很远呢 而且我们掌柜也从不将回乡斗上掌 又好笑又不耐烦 懒懒地答他道 谁要你交 不是草子投下一个来回的回子吗 孔一己显出极高性的样子 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 点头说 对呀对呀回字有四样写法 你知道吗 我欲不耐烦了 挪着嘴走远 孔一己刚用指甲沾了酒 想在柜上写字 见我毫不热心 便又叹一口气 显出极惋惜的样子 有几回 邻居孩子听得笑声 也敢热闹围住了孔一己 他便给他们回香豆吃 一人一磕 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 眼睛都望着蝶子 孔一己着了慌 伸开五指将蝶子罩住 弯腰下去说道 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 直起身又看一看豆 自己摇头说 不多不多 多乎在不多也 于是这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 孔一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 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 有一天 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 掌柜正在慢慢的结账 取下坟板 忽然说 孔一己长久没有来了 还欠十九个钱呢 我才也觉得 他的确长久没有来了 一个喝酒的人说道 他怎么会来 他打折了腿了 掌柜说 哦 他总人就是偷 这一回是自己发昏 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 他家的东西偷得的嘛 后来怎么样 怎么样 先写敷辩 后来是打 打了大半夜 再打折了腿 后来呢 后来打折了腿了 打折了怎样呢 怎样 谁晓得 许是死了 掌柜也不再问 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账 中秋之后 秋风是一天两比一天 看看将近初冬 我整天的靠着火 也需穿上棉袄了 一天的下半天 没有一个顾客 我正合了眼坐着 忽然间听的一个声音 吻一碗酒 这声音虽然极低 却很耳熟 看时又全没有人 站起来向外一望 那孔一己便在柜台下 对了门槛坐着 他脸上黑而且瘦 已经不成样子 穿一件破甲袄 盘着两腿 下面垫一个脯包 用草绳在肩上挂住 见了我又说道 吻一碗酒 掌柜也伸出头去 一面说 孔一己吗 你还欠十九个钱呢 孔一己很颓唐的仰面 答道 这下回还清吧 这一回是献钱 就要好 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样 笑着对他说 孔一己你又偷了东西了 但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辨 但说了一句 不要取笑 取笑 要是不偷 怎么会打断腿 孔一己低声说道 跌断 跌 他的眼色很像恳求掌柜 不要再提 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人 便和掌柜都笑了 我温了酒 端出去放在门槛上 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 放在我手里 见他满手是泥 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 不一会 他喝完酒 便又在旁人的说笑中 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 自此以后 又长久没有看见孔一己 到了年关 掌柜取下坟板说 孔一己还欠十九个钱呢 到第二年的端午 又说孔一己还欠十九个钱呢 到中秋可是没有说 再到年关也没有看见他 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 大约孔一己的确死了 一九一九年三月 孔一己结束 此次录音由李经提供 鲁迅小说集 呐喊 要 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一 秋天的后半夜 月亮下去了 太阳还没有出 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 除了夜游的东西 什么都睡着 画老栓忽然坐起身 擦着火柴 点上满身油腻的灯盏 茶馆的两间屋子里 便弥满了清白的光 小栓的爹 你就去吗 是一个老女人的声音 里边的小屋子里也发出一阵咳嗽 嗯 老栓一面听 一面硬 一面扣上衣服 伸手过去说 你给我吧 花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 掏出一包羊钱 交给老栓 老栓接了抖抖的装入衣袋 又在外面按了两下 便点上灯笼 吹息灯盏 走向李屋子去了 那屋子里面正在嘻嘻嘻嘻的响 接着便是一通咳嗽 老栓后他平静下去 才滴滴的叫道 小栓你不要起来 店嘛 你娘会安排的 老栓听到儿子不再说话 料他安心睡了 便出了门走到街上 街上黑沉沉的一无所有 只有一条灰白的路 看得分明 灯光照着他的两脚 一前一后的走 有时也遇到几只狗 可是一只也没有叫 天气比屋子里冷多了 老栓倒觉爽快 仿佛一旦变了少年 得了神通 有给人生命的本领似的 跨步格外高远 而且路也愈走愈分明 天也愈走愈亮了 老栓正在专心走路 忽然吃了一惊 圆圆里看见一条钉字街 明明白白横着 他便退了几步 寻到一家关着门的铺子 憋静眼下 靠门立住了 好一会 身上觉得有些发冷 哼 老头子 倒高兴 老栓又吃一惊 睁眼看时 几个人从他面前过去了 一个还回头看他 样子不甚分明 但很像久恶的人见了食物一般 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 老栓看看灯笼 已经熄了 暗一暗衣袋 硬硬的还在 仰起头两面一望 只见许多古怪的人 三三两两 鬼似的在那里徘徊 定睛再看 却也看不出什么别的奇怪 没有多久 又见几个兵在那边走动 衣服前后的一个大白圆圈 圆地里也看得清楚 走过面前的 并且看出浩衣上暗红的乡边 一阵脚步声响 一眨眼已经拥过了一大促人 那三三两两的人 也忽然合作一堆 朝一般向前进 将到钉子接口便突然立住 促成一个半圆 老栓也向那边看 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 颈像都伸得很长 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 向上提着 静了一会儿 似乎有点声音 便又动摇起来 轰的一声 都往后退 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 几乎将他击倒了 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一个浑身黑色的人 站在老栓面前 眼光震向两把刀 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 那人一只大手 向他摊着 一只手却搓着一个鲜红的馒头 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 老栓慌忙摸出羊钱 抖抖的想交给他 却又不敢去接他的东西 那人便焦急起来 嚷道,怕什么,怎能不拿 老栓还瞅瞅着 黑的人便抢过灯笼 一把扯下纸兆 裹了馒头,塞于老栓 一手抓过羊钱,捏一捏,转身去了 嘴里哼着说 这老东西 这给谁治病的呀 老栓也似乎听得有人问他 但他并不答应 他的精神现在只在一个包上 仿佛抱着一个实事单传的婴儿 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 他现在要将这包里的新的生命 移植到他家里收获许多幸福 太阳也出来了 在他面前显出一条大道直到他家中 后面也照见钉子接头破扁上 古某停口 这四个黯淡的精子 二 老栓走到家 店面早经收拾干净 一排一排的茶桌滑溜溜的发光 但是没有客人 只有小栓坐在李牌的桌前吃饭 大力的汗从额上滚下 家傲也贴住了急心 两块肩胛骨高高凸起 映成一个阳纹的疤子 老栓见这样子 不免皱一皱展开的眉心 他的女人从灶下急急走出 睁着眼睛嘴唇有些发抖 得了吗? 得了 两个人一起走进灶下 商量了一回 华达妈便出去了 不多时拿着一片老荷叶回来 摊在桌上 老栓也打开灯笼罩 用荷叶重新包了那红的馒头 小栓也吃完饭 他的母亲慌忙说 小栓你坐着不要到这里来 一面整顿了灶火 老栓便把一个碧绿的包 一个红红白白的破灯笼 一同塞在灶里 一阵红黑的火焰过去时 店屋里散满了一种奇怪的香味 好香!你们吃什么点心啊? 这是驼背武少爷到了 这人每天总在茶馆里过日 来得最早,去得最迟 此时恰恰憋到临街的壁角的桌边 便坐下问话 然而没有人答应他 炒米粥吗? 仍然没有人应 老栓匆匆走出 给他泡上茶 小栓进来吧 华大妈叫小栓进了里面的屋子 中间放好一条凳 小栓坐了 她的母亲端过一碟乌黑的圆东西 轻轻说 吃下去吧 病便好了 小栓搓起这黑东西 看了一会儿 似乎拿着自己的性命一般 心里说不出的奇怪 十分小心的凹开了 胶皮里面窜出一道白气 白气散了 是两半个白面的馒头 不多功夫已经全在肚里了 却全忘了什么位 面前只剩下一张空盘 她的旁边 一面立着她的父亲 一面立着她的母亲 两人的眼光 都仿佛要在她身上住进什么 又要取出什么似的 便禁不住心跳起来 按着胸膛 又是一阵咳嗽 睡一会儿吧 便好了 小栓依她母亲的话 咳着睡了 华大妈后她喘气平静 才轻轻地给她盖上了满腹补丁的夹背 三 店里坐着许多人 老栓也忙了 提着大铜壶 一趟一趟地给客人沖茶 两个眼眶都围着一圈黑线 老栓 你有些不舒服吗 你生病吗 一个花白胡子的人说 没有 没有 我想小兮兮的圆也不像 花白胡子便取消了自己的话 老栓只是忙 要是她的儿子 駝背武少爷话还未完 突然闯进了一个满脸狠肉的人 披一件悬色布衫 散着扭扣 用很宽的悬色腰带 胡乱捆在腰间 刚进门便对老栓嚷道 吃了吗 好了吗 老栓就是运气了你 你运气 要不是我姓西林 老栓一手提了茶壶 一手恭恭敬敬地捶着 笑嘻嘻地听 满座的人也都恭恭敬敬地听 花大妈也黑着眼眶 笑嘻嘻地送出茶碗茶叶来 加上一个橄榄 老栓便去冲了水 这是包好 这是与众不同的 你想趁热地拿来趁热地吃下 狠肉的人只是嚷 真的呢 要没有康大叔照顾 怎么会这样 花大妈也很感激地谢他 包好包好 这样的趁热吃下 这样的人血馒头 什么劳病都包好 花大妈听到劳病这两个字 变了一点脸色 似乎有些不高兴 但又立刻堆上笑 搭讪着走开了 这康大叔却没有觉察 仍然提高了喉咙 只是嚷 嚷得里面睡着的小栓 也合伙咳嗽起来 原来你家小栓碰到了这样的好运气了 这病自然理顶全好 怪不得老栓整天地笑着呢 花白胡子一面说 一面走到康大叔面前 低声下气地问道 康大叔 听说今天结果的一个犯人 便是夏家的孩子 那是谁的孩子 究竟是什么事 谁的 不就是夏思奶奶的儿子吗 那个小家伙 康大叔见众人都怂起耳朵听他 便格外高兴 横肉快快保湛 越发大声说 这小东西不要命 不要就是了 我可是这一回一点没有得到好处 连拨下来的衣服 都给管劳的红眼睛阿易拿去了 第一要算我们双熟运气 第二是夏三爷赏了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 独自落腰包 一文不花 小栓慢慢地从小屋子里走出 两手按了胸口 不住地咳嗽 走到灶下 沉出一碗冷饭 泡上热水 坐下便吃 花大妈跟着他走 轻轻地问道 小栓 你好些吗 你仍旧只是肚饿 包好 包好 康大叔瞥了小栓一眼 仍然回过脸 对众人说 夏三爷真是乖觉 要是他不先告关 连他满门抄斩 现在怎样 银子 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 关在牢里 还要劝牢头造反 哎呀 那还了得 坐在后排的一个二十多岁的人 很显出气愤模样 你要晓得 红眼睛阿易是去盘盘底细的 他却和他攀谈了 他说这大庆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 你想这是人话吗 红眼睛原知道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娘 可是没有料到他竟会这么穷 榨不出一点油水 已经气破肚皮了 他还要老虎头上搔痒 便给他两个嘴巴 一哥是一手好拳棒 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 毕脚的驼背忽然高兴起来 他这贱骨头打不怕 还要说可怜可怜嘞 画白胡子的人说 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呢 康大叔显出看他不上的样子 冷笑着说 你没有听清我的话 看他神气 是说阿易可怜嘞 听着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质 话也停顿了 小栓已经吃完饭 吃得满头流汗 头上都冒出真气来 阿易可怜 疯化简直是发了疯了 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 发了疯了 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说 店里的做客便又现出火气 谈笑起来 小栓也趁着热闹拼命咳嗽 康大叔走上前 拍他肩膀说 包好 小栓你不要这么渴 包好 疯了 驼背武少爷点着头说 四 西关外靠着成根的地面 本是一块关地 中间歪歪斜斜一条细路 是摊走便道的人用鞋底造成的 但却成了自然的界限 路的左边都埋着死刑和鱼壁的人 右边是穷人的丛种 两面都已埋到层层叠叠 婉然扩人家里祝寿时的馒头 这一年的清明 分外寒冷 杨柳才吐出半粒米大的心芽 天明未酒 花大妈已在右边的一座新坟前面 排出四叠菜 一碗饭哭了一场 画过纸 呆呆地坐在地上 仿佛等候什么似的 但自己也说不出等候什么 微风起来 吹动她短发 却乎比去年白得多了 小路上又来了一个女人 也是半白头发 蓝绿的衣裙 提一个破旧的朱漆圆蓝 外挂一串纸钉 三步一些地走 忽然间画大妈坐在地上看她 便有些愁愁 惨白的脸上 显出些羞愧的颜色 但终于映着头皮 走到左边的一座坟前 放下了篮子 那坟与小栓的坟 一字排着 中间只隔一条小路 画大妈看她排好四叠菜 一碗饭 立着哭了一通 画过纸钉 心里暗暗地想 这坟里的也是儿子了 那老女人徘徊观望了一回 忽然手脚有些发抖 呛呛亮亮 退下几步 瞪着眼只是发针 画大妈见这样子 生怕她伤心的快要发狂了 便忍不住立起身 跨过小路 低声对她说 你这位老奶奶不要伤心了 我们还是回去吧 那人点一点头 眼睛仍然向上瞪着 也低声痴痴地说道 你看 看这是什么呢 画大妈跟了她指头看去 眼光便到了前面的坟 这坟上草根还没有全核 露出一块一块的黄土 煞是难看 再往上仔细看时 却不觉也吃一惊 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 围着那尖圆的坟顶 他们的眼睛都已老花多年了 但望着红白的花 却还能明白看见 花也不很多 圆圆地排成一个圈 不很精神 倒也整齐 画大妈瞒看她儿子和别人的坟 却只有不怕冷的几点清白小花 零星开着 便觉得心里忽然感到一种不足和空虚 不愿意跟就 那老女人又走近几步 细看了一遍 自言自语地说 这没有根不像自己开的 这地方有谁来呢 孩子不会来玩 亲戚本家早不来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她想了又想忽悠流下泪来 大声说道 鱼儿他们都冤枉了你 你还是忘不了伤心不过 今天特意闲点灵 要我知道吗 她四面一看 只见一只乌鸦 站在一株没有叶的树上 便接着说 我知道了 鱼儿可怜他们坑了你 他们将来总有报应 天都知道 你闭了眼睛就是了 你如果真在这里 听到我的话 便叫这乌鸦飞上你的坟顶 给我看吧 微风早今停息了 枯草支支直立 有如铜丝 一丝发抖的声音 在空气中 愈沾愈细 细到没有 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 两人站在枯草丛里 仰面看那乌鸦 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之间 缩着头 铁柱一般站着 许多的功夫过去了 上坟的人渐渐增多 几个老的小的在土坟间出没 画打麻不知怎的 似乎卸下了一条重担 便想到要走 一面劝着说 我们还是回去吧 那老女人叹一口气 无精打采地收起饭菜 又迟疑了一刻 终于慢慢地走了 嘴里自言自语地说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他们走不上二三十不远 呼听的背后 呀的一声大叫 两个人都悚然地回过头 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 一错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 渐野似地飞去了 1919年4月 要结束 此次录音由李津提供 鲁迅小说集 呐喊明天 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没有声音 小东西怎么了 红鼻子老拱手里勤了一碗黄酒 说着向剑壁挪一挪嘴 蓝皮阿妩便放下酒碗 在他吉量上用死劲地打了一掌 憨憨糊糊嚷道 你你你又在想心思 原来鲁镇是僻静地方 还有些古风 不上一根 大家便都关门睡觉 深今半夜没有睡的只有两家 一家是闲狠酒店 几个酒肉朋友围着柜台 吃喝得正高兴 一家便是贱壁的善四嫂子 她自从前年守了寡 便须专靠着自己的一双手 仿出棉纱来 养活她自己和她三岁的儿子 所以睡得也迟 这几天却做没有仿纱的声音了 但夜深没有睡的既然只有两家 这善四嫂子家有声音便自然只有老拱们听到 没有声音也只有老拱们听到 老拱挨了打 仿佛很舒服似地喝了一大口酒 呜呜地唱起小曲来 这时候 善四嫂子正抱着她的宝儿 坐在床檐上 房车静静地立在地上 黑沉沉的灯光 照着宝儿的脸 飞红里带一点清 善四嫂子心里计算 神千也求过了 怨心也许过了 丹方也吃过了 要是还不见效 怎么好 那只有去诊何小仙了 但宝儿也许是日清夜重 到了明天太阳一出 热也会退气喘也会平的 这实在是病人常有的事 善四嫂子是一个粗笨女人 不明白这担子的可怕 许多坏事固然幸亏有了她才变好 许多好事却也因为有了她都弄糟 夏天夜段 老公们呜呜地唱完了不多时 东方已经发白 不一会 窗缝里透进了银白色的曙光 善四嫂子等候天明 却不像别人这样容易 觉得非常之慢 宝儿的一呼吸 几乎长过一年 现在居然明亮了 天的明亮压倒了灯光 看见宝儿的鼻翼已经一放一瘦的煽动 善四嫂子知道不妙 暗暗叫一声 心里计算怎么好 只有去证何小仙这一条路了 她虽然是粗笨女人 心里却有决断 便站起身 从木柜子里掏出每天节省下来的 十三个小银元和一百八十铜钱 都装在衣袋里 锁上门抱着宝儿直向何家奔过去 天气还早 何家已经坐着四个病人了 她摸出四脚银元 买了号签 第五个轮到宝儿 何小仙伸开两个指头按麦 支架足有四寸多长 上次嫂子暗地呐喊 心里计算 宝儿该有活命了 但总免不了着急 忍不住要问 便叽叽叽叽的说 先生 我家的宝儿什么病呀 她终膠塞着 不妨是吗 她 先去吃两天 她喘不过气来 鼻赤子都扇着呢 这是火刻精 何小仙说了半句话便闭上眼睛 擅自嫂子也不好意思再问 在何小仙对面坐着的一个三十多岁的人 此时已经开好一张药方 指着直角上的几个字说道 这第一位宝英活命丸 须是贾家济氏老店才有 擅死嫂子接过药方 一面走一面想 她虽是粗笨女人 却知道何家与济氏老店 与自己的家正是一个三角点 自然是买了药回去便宜了 于是又静向济氏老店奔过去 电火也翘了长指甲慢慢地看方 慢慢地包药 擅自嫂子抱了宝儿等着 宝儿忽然请起小手来 用力把她散乱着的一柳头发 这是从来没有的举动 擅自嫂子怕得发生 太阳早出了 擅自嫂子抱了孩子 带着药包 越走觉得越重 孩子又不住地挣扎 路也觉得越长 没奈何坐在路旁一家公馆的门槛上 休息了一会儿 衣服渐渐地冰着肌肤 才知道自己出了一身汗 宝儿却仿佛睡着了 她再起来慢慢地走 仍然支撑不得 耳朵边忽然听得人说 擅自嫂子 我替你抱抱咯 似乎是蓝皮阿妩的声音 她抬头看时 正是蓝皮阿妩 睡眼朦胧地跟着她走 擅自嫂子在这时候 虽然很希望降下一元天降 助她一臂之力 却不愿是阿妩 但阿妩有些侠气 无论如何总是偏要帮忙 所以推让了一会儿 终于得了许可了 她便伸开毕驳 从擅自嫂子的乳房和孩子之间 直伸下去 抱去了孩子 擅自嫂子便去乳房上发了一条热 煞时间直热到脸上和耳根 他们两人离开了二十五寸多地 一同走着 阿妩说些话 擅自嫂子却大半没有答 走了不多时候 阿妩又将孩子还给她 说是昨天与朋友约定的吃饭时候到了 擅自嫂子便接了孩子 兴而不远便是家 早看见对门的王九妈在街边坐着 远远地说话 擅自嫂子孩子怎了 看过先生了吗 看是看了 王九妈你有年纪见得多 不如请你老发眼看一看 怎样 嗯 怎样 王九妈端详了一番 把头点了两点 摇了两摇 宝儿吃下药 已经是午后了 擅自嫂子 留心看她神情 似乎仿佛平稳了不少 到的下午 忽然睁开眼叫一声 妈 又忍然合上眼 像是睡去了 她睡了一刻 额上鼻尖都 浸出一粒一粒的汗珠 擅自嫂子轻轻一摸 浇水般黏着手 慌忙去摸胸口 便静不住乌咽起来 宝儿的呼吸 从平稳到没有 扇子嫂子的声音 也就从乌咽变成嚎啕 这时聚集了几堆人 门内是王九妈 蓝皮阿妩之类 门外是贤横的掌柜 和红鼻老拱之类 王九妈便发命令 烧了一串纸钱 又将两条板凳和五件衣服做底 替扇子嫂子借了两块羊钱 给帮忙的人备饭 第一个问题是棺木 扇子嫂子还有一副银耳环 和一只裹金的银簪 都交给了贤横的掌柜 托她做一个宝 半现半奢的买一具棺木 蓝皮阿妩也伸出手来很愿意自高奋勇 王九妈却不许她 只准她明天抬棺材的差事 阿妩骂了一声老畜生 痒痒地弄了嘴站着 掌柜便自去了 晚上回来说棺木续得先做 后半夜才成功 掌柜回来的时候 帮忙的人早吃过饭 因为鲁镇还有些蛊缝 所以不上一根便都回家睡觉了 只有阿妩还靠着贤横的柜台喝酒 老拱也呜呜地唱 这时候 扇次嫂子坐在床檐上哭着 宝儿在床上躺着 纺车静静地在地上立着 许多功夫 扇次嫂子的眼泪宣告完结了 眼睛张得很大 看看四面的情形 觉得奇怪 所有的都是不会有的事 她心里计算 不过是梦罢了 这些事都是梦 明天醒过来 自己好好地睡在床上 宝儿也好好地睡在自己身边 她也醒过来 叫一声妈生龙活虎似地跳去玩了 老拱的歌声早今寂静 闲哼也熄了灯 扇次嫂子张着眼 总不信所有的事 鸡也叫了 东方渐渐发白 窗缝里透进了银白色的曙光 银色的曙光又渐渐显出飞红 太阳光接着照到屋极 擅自嫂子张着眼 呆呆坐着 听得打门声音 才吃了一喝 跑出去开门 门外一个不认识的人 背了一件东西 后面站着王九妈 哦 他们背了棺材来了 下半天 棺木才合上盖 因为擅自嫂子哭一回 看一回 总不肯死心塌地地盖上 幸亏王九妈等得不耐烦 气愤愤地跑上前 一把脱开她 才七手八脚地盖上了 但擅自嫂子戴她的宝儿 实在已经静了心 再没有什么缺陷 昨天烧过一串纸钱 上午又烧了四十九卷大悲咒 收敛的时候 给她穿上顶心的衣裳 平日喜欢的玩意儿 一个泥人 两个小木碗 两个玻璃瓶 都放在枕头旁边 后来王九妈掐着指头子 细推敲 也终于想不出一些什么缺陷 这一日里 蓝皮阿妩简直整天没有到 贤横掌柜便替擅自嫂子 雇了两名脚夫 每名二百令十个大钱 抬棺木到一种地上安放 王九妈又帮她煮了饭 凡是动过手 开过口的人都吃了饭 太阳渐渐显出要落山的颜色 吃过饭的人 也不觉都显出要回家的颜色 于是 他们终于都回了家 扇子嫂子很觉得头炫 歇息了一会儿 倒居然有点平稳了 但她接连着便觉得很异样 遇到了平生没有遇到过的事 不像会有的事 然而的确出现了 她越想越奇 又感到一件异样的事 这屋子忽然太近了 她站起身 点上灯火 屋子越显得近 她昏昏地走去关上门 回来坐在床檐上 坊车静静地立在地上 她定一定神 四面一看更觉得坐立不得 屋子不但太近 而且也太大了 东西也太空了 太大的屋子四面包围着她 太空的东西四面压着她 叫她喘气不得 她现在知道 她的宝儿却呼死了 不愿意见这屋子 吹熄了灯,躺着 她一面哭,一面想 想那时候 自己纺着棉纱 宝儿坐在身边吃茴香豆 瞪着一双小黑眼睛 想了一刻 便说 妈,爹卖馄饨 我大了也卖馄饨 买许多许多钱 我都给你 那时候 真是连纺出的棉纱 也仿佛寸寸都有意思 寸寸都活着 但现在怎么了 现在的事 善四嫂子 却实在没有想到什么 我早经说过 她是粗笨女人 她能想出什么呢 她单觉得这屋子太近 太大 太空吧了 但善四嫂子虽然粗笨 却知道还魂是不能有的事 她的宝儿也的确不能再见了 叹一口气 自言自语地说 宝儿,你可不得了? 你该还在这里 你给我梦里见见吧 于是合上眼 想赶快睡去 会她的宝儿 苦苦的呼吸 通过了静和大和空虚 自己听得明白 善四嫂子 终于朦朦胧胧的走入睡箱 全屋子都很静 这时红鼻子老拱的小曲 也早经唱完 呛呛亮亮出了弦哼 却又提间了喉咙 唱道 我的冤家呀 可怜你 孤零零的 蓝皮阿妩便伸手揪住了老拱的尖头 两个人七歪八协地笑着挤着走去 善四嫂子 善四嫂子早睡着了 老拱门也走了 弦哼也关上门了 这时的鲁镇便完全落在寂静里 只有那暗夜未想变成明天 却仍在这寂静里奔波 另有几条狗也躲在暗地里呜呜地叫 一九二零年六月 一九二零年六月 明天结束 此次录音由李金提供 鲁迅小说集 《呐喊》 一件小事 此次LibriVox 录音由公众所有 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 一转眼已经六年了 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 算起来也很不少 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 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 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 老实说便是叫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 但有一件小事却与我有意义 将我从坏脾气里脱开 使我至今忘记不得 这是民国六年的冬天 大北风刮得真猛 我因为生计关系 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 一路几乎遇不见人 好容易才固定了一辆人力车 叫他拉到S门去 不一会 北风小了 路上浮沉早已刮进 剩下一条洁白的大道来 车夫也跑得更快 刚进S门 忽而车坝上带着一个人 慢慢的倒了 跌倒的是一个女人 花白头发 衣服都很破烂 衣从马路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 车夫已经让开道 但衣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 微风吹着 向外展开 所以终于兜着车吧 幸而车夫早有点停步 否则一定要在一个大尽头 跌倒头破雪出了 一浮在地上 车夫便也立住脚 我料定这老女人 并没有伤 又没有别人看见 便很怪她多事 要自己惹出是非 也误了我的路 我便对她说 没有什么的 走你的吧 车夫毫不理会 或者并没有听到 却放下车子 扶那老女人慢慢起来 掺着臂膊立定 问衣说 你怎么了 我摔坏了 我想我眼见你慢慢倒地 怎么会摔坏呢 装腔做事罢了 这真可憎恶 车夫多事 也正是自讨苦吃 现在你自己想罚去 车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话 却毫不愁愁 仍然掺着衣的臂膊 便一步一步地向前走 我有些诧异 盲看前面 是一所巡警分住所 大风之后 外面也不见人 这车夫扶着那老女人 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 我这时 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 觉得她满身灰尘的后影 煞时高大了 而且愈走愈大 需仰视才见 而且她对于我 渐渐地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 善而至于 要炸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我的活力 这时大约有些凝制了 坐着没有动 也没有想 直到看见分住所里走出一个巡警 才下了车 巡警走近我说 你自己雇车吧 她不能拉你了 我没有思索地 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圆 交给巡警说 请你给她 风全住了 路上还很静 我走着 一面想 几乎怕敢想到自己 以前的事 姑且搁气 这一大把铜圆又是什么意思 讲它吗 我还能裁判车夫吗 我不能回答自己 这事 到了现在 还是时时记起 我因此 也时时熬了苦痛 努力地要想到我自己 几年来的文质武力 在我早如幼小时候 所读过的紫月诗云一般 背不上半句了 读有这一件小事 却总是浮在我眼前 有时反更分明 叫我惭愧 催我自心 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1920年7月 一件小事结束 此次录音由李经提供 鲁迅小说集《呐喊》 头发的故事 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星期日的早晨 我接去一张隔夜的日历 向着新的那一张上 看了又看地说 啊 十月十日 今天原来正是双十节 这里却一点没有记载 我的一位前辈先生 N正走到我的狱里 来谈闲天 一听这话 便很不高兴地对我说 他们对 他们不记得 你怎样他 你记得又怎样呢 这位N先生 本来脾气有点乖张 时常生些无畏的气 说些不通事故的话 当这时候 我大抵任他自言自语 不暂一词 他独自发完议论也就算了 他说 我最佩服北京双十节的情形 早晨警察到门 吩咐道 挂齐 是 挂齐 各家大班懒洋洋的夺出一个国民来 撅起一块斑驳路里的羊布 这样一直到夜 收了齐关门 几家偶然忘却的便挂到第二天的上午 他们忘却了纪念 纪念也忘却了他们 我也是忘却了纪念的一个人 唐使纪念起来 那第一个双十节前后的事便都上我的心头 使我坐立不稳了 多少故人的脸都浮在我眼前 几个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 暗地里一颗蛋丸要了他的性命 几个少年一击不中 在监牢里多受一个多月的苦行 几个少年怀着远至忽然踪影全无 连尸首也不知哪里去了 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线里过了一生 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 我不堪纪念这些事 我们还是记起一点得意的事来谈谈吧 安忽然现出笑容 伸手在自己头上一摸 高声说 我最得意的是自从第一个双十节以后 我在路上走 不再被人笑骂了 老兄你可知道 头发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 古今来多少人在这上头吃些毫无价值的苦啊 我们的很古的古人 对于头发似乎也还看清 据刑法看来最要紧的自然是脑袋 所以大屁是上行 次要便是升职起了 所以攻刑和幽臂也是一件下人的法 至于坤那是为乎其微了 然而推想起来 正不知道曾有多少人们因为光着头皮便被社会践踏了一生事 我们讲革命的时候大谈什么扬州三日加定屠城 其实也不过一种手段 老实说 那时中国人的反抗 何尝因为亡国 只是因为脱辫子 完民杀尽了 已老都受终了 辫子早留定了 弘扬又闹起来了 我的祖母曾对我说 那时做百姓才难嘞 全留着头发的被官兵杀 还是辫子的便被长毛杀 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 只因为这不痛不痒的头发而吃苦 受难 灭亡 安两眼望着乌梁 似乎想些事 仍然说 谁知道头发的苦轮到我了 我出去留学便剪掉了辫子 这并没有别的奥妙 只为他不太便当罢了 不料有几位辫子 盘在头顶上的同学们便很厌恶我 监督也大怒 说要停了我的官费 送回中国去 不几天 这位监督却自己被人捡去辫子逃走了 去捡的人们里面 一个便是做革命郡的周荣 这人也因此不能再留学 回到上海来 后来死在西牢里 你也早忘去了吧 过了几年 我的家境大不如前了 非某点事做便要受恶 只得也回到中国来 我一到上海便买定一条假辫子 那时是二元的市价 带着回家 我的母亲倒也不说什么 然而旁人一见面便都首先研究这辫子 带到知道是假 就一声冷笑 讲我你为杀头的罪名 有一位本家还预备去告官 但后来因为恐怕革命党的造反或者要成功 这才终止了 我想假的不如真的直接爽快 我便索性废了假辫子 穿着西装在街上走 一路走去一路便是笑骂的声音 有的还跟在后面骂 这冒尸鬼 假羊鬼子 我于是不穿羊斧了 改了大衫 他们骂得更厉害 在这日暮图穷的时候 我的手里才添出一只手杖来 拼命的打了几回 他们渐渐的不骂了 只是走到没有打过的生地方 还是骂 这件事很使我悲哀 至今还时时记得嘞 我在留学的时候 曾经看见日报上 登在一个游历南洋和中国的本多博士的事 这位博士是不懂中国和马来语的 人问他 你不懂话怎么走路呢 他拿起手杖来说 这便是他们的话 他们都懂 我因此气愤了好几天 谁知道我竟不知不觉的自己也做了 而且那些人都懂了 宣统初年 我在本地的中学校做监学 同事是避之唯恐不远 官僚是房之唯恐不严 我终日如坐在冰轿子里 如站在刑场旁边 其实并非别的 只因为缺少了一条辫子 有一日 一日几个学生忽然走到我的房里来说 先生 我们要捡辫子了 我说 不行 有辫子好呢 还是没有辫子好呢 没有辫子好 你怎么说不行呢 返不上 你们还是不捡上算 等一等吧 他们不说什么 撅着嘴唇走出房去 然而终于剪掉了 哦 不得了了 人言嘖嘖了 我却只装作不知道 任他们光着头皮 和许多辫子 一起上讲堂 然而 这剪辫病传染了 第三天 师范学堂的学生 忽然也捡下了六条辫子 晚上便开除了六个学生 这六个人 留校不能 回家不得 一直挨到第一个双十节之后 又一个多月 才消去了犯罪的火落印 我呢 也一样 只是元年冬天到北京 还被人骂过几次 后来骂我的人也被警察捡去了辫子 我就不再被人辱骂了 但我没有到乡间去 恩显出非常得意模样 忽然又沉下脸来 现在你们这些理想家 又在那里让什么女子剪发了 又要造出许多毫无所得而痛苦的人 现在不是已经有剪掉头发的女人 因此考不进学校去 或者被学校除了名吗 改革吗 武器在哪里 工毒吗 工厂在哪里 忍人留起 嫁给人家做媳妇去 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 唐使一记这些平等自由的话 便要苦痛一生事 我要借了二支把妥夫的话问你们 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 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 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 啊 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 中国便永远是这样的中国 绝不肯自己改变一只毫毛 你们的嘴里既然并无毒牙 何以偏要在额上贴起腹蛇两个大字 引乞丐来打杀 恩欲说欲离奇了 但一见到我不很愿听的神情 便立刻闭了口站起来取帽子 我说回去吗 他答道是的天要下雨了 我默默的送他到门口 他戴上帽子说 再见请你恕我打脚 好在明天便不是双十节 我们同可以忘却了 一九二零年十月 头发的故事结束 此次录音由李津提供 鲁迅小说集《呐喊》 风波 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林河的土场上 太阳渐渐地收了他通黄的光线了 场边靠河的乌旧树叶 干巴巴地踩喘过气来 几个花脚蚊子在下面哼着飞舞 面河的农家的烟秃里 逐渐减少了吹烟 女人孩子们都在自己门口的土场上 拨些水 放下小桌子和矮凳 人知道这已经是晚饭的时候了 老人男人坐在矮桌上 摇着大芭蕉扇闲谈 孩子飞野似地跑 或者蹲在乌旧树下堵完石子 女人端出乌黑的蒸干菜和松花黄的米饭 热蓬蓬冒烟 河里驶过文人的酒船 文豪见了大发失信 说无私无虑 这真是田家乐啊 但文豪的话有些不合事实 就因为他们没有听到九经老太的话 这时候九经老太正在大怒 拿破芭蕉扇敲着凳脚说 我活到七十九岁了 活够了 不愿意演见这些百家巷 还是死得好 立刻就要吃饭了 还吃炒豆子 吃穷了一家子 一的曾孙女六经捏着一把豆 正从对面跑来 见这情形便直奔河边 藏在乌旧树后伸出双压脚的小头 大声说 这老巫死的 九经老太虽然高瘦 耳朵却还不很聋 但也没有听到孩子的话 忍就自己说 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这村庄的习惯有点特别 女人生下孩子 多喜欢用衬衬了轻重 便用金属当做小名 九经老太自从庆祝了五十大寿以后 便渐渐的变了不平家 常说一年轻的时候 天气没有现在这般热 豆子也没有现在这般硬 总之现在的时事是不对了 何况六经比一的曾足 少了三经 比一父亲七经又少了一经 这真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实力 所以一又用劲说 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一的儿媳七经嫂子 正捧着饭兰走到桌边 便将饭兰在桌上一摔 愤愤地说 你老人家又这么说了 六经生下来的时候 不是六经五两吗 你家的秤又是四秤 家重秤十八两秤 用了准十六 我们的六经该有七经多了 我想便是太公和公公 也不见得正是九经八经十足 用的衬也许是十四两 一代不如一代 七经嫂还没有答话 忽然看见七经从小巷口转出 便移了方向对他嚷道 你这死尸怎么这时候才回来 死到哪里去了 不管人家等着你开饭 七经虽然住在农村 却早有些飞黄腾达的意思 从他的祖父到他 三代不捏锄头饼了 他也照例地帮人撑着航船 每日一回 早晨从鲁镇进城 傍晚又回到鲁镇 因此很知道些时事 例如什么地方雷公劈死了五公斤 什么地方闺女上了一个夜叉之类 他在村人里面的确已经是一名出厂人物了 但夏天吃饭不点灯 却还守着农家习惯 所以回家太迟是该骂的 七经一手捏着象牙嘴白铜豆六尺多长的香菲竹烟管 滴着头慢慢地走来坐在矮凳上 六经也趁势溜出 坐在他身边叫他爹爹 七经没有硬 一代不如一代 九经老太说 七经慢慢地抬起头来 叹一口气说 皇帝坐了龙亭了 七经扫呆了一刻 忽而恍然大悟地道 这可好了 这不是又要皇恩大赦了吗 七经又叹一口气 说 我没有辫子 皇帝要辫子吗 皇帝要辫子 你怎么知道呢 七经嫂有些着急 赶忙地问 咸恨酒店里的人都说要的 七经嫂 这时从直觉上觉得事情似乎有些不妙了 因为咸恨酒店是消息灵通的所在 一一转眼 瞥见七经的光头便忍不住动怒 怪他恨他怨他 忽然又绝望起来 装好一碗饭 嗓在七经的面前道 还是赶快吃你的饭吧 哭丧着脸 就会长出辫子来吗 太阳收尽了他最末的光线了 水面暗暗地回复过凉气来 土场上一片碗筷声响 人人的脊梁上又都吐出汗力 七经嫂吃完三碗饭 偶然抬起头 心坎里便静不住突突的发跳 一透过屋就业 看见又矮又胖的赵琪爷正从独木桥上走来 而且穿着宝蓝色逐步的长衫 赵琪爷是邻村茂园酒店的主人 又是这三十里方圆以内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 因为有学问 所以又有些遗老的臭味 他有十多本精盛探批评的三国志 时常做着一个字一个字的读 他不但能说出五虎将姓名 善而至于还知道黄忠婊子汗深 和马超婊子孟琪 革命以后 他便将辫子盘在顶上 像道士一般 常常叹息说 倘若赵子龙在世 天下便不会乱到这地步了 七经嫂眼睛好 早望见今天的赵琪爷已经不是道士 却变成光滑头皮乌黑发顶 一便知道这一定是皇帝做了龙婷 而且一定须有辫子 而且七经一定是非常危险 因为赵琪爷的这件逐步长衫 轻易是不常穿的 三年以来只穿过两次 一次是和他欧气的麻子阿四病了的时候 一次是曾经砸烂他酒店的鲁大爷死了的时候 现在是第三次了 这一定又是与他有庆 与他的仇家有殃了 七经嫂记得 两年前七经喝醉了酒 曾经骂过赵琪爷是健台 所以这时便立刻直觉到七经的危险 心坎里突突地发起跳来 赵琪爷一路走来 坐着吃饭的人都站起身 拿筷子点着自己的饭碗说 七爷请在我们这里用饭 七爷也一路点头 说道 琴琴却一静走到七经甲的桌旁 七经们连忙招呼 七爷也微笑着说 琴琴 一面细细地研究他们的饭菜 好香的菜干 听到了风声了吗 赵七爷站在七经的后面 七经嫂的对面说 皇帝坐了龙亭了 七经说 七经嫂看着七爷的脸 竭力陪笑道 皇帝已经坐了龙亭 几时黄恩大赦呢 黄恩大赦 大赦是慢慢的总要大赦吧 七爷说到这里声色忽然严厉起来 但是你家七经的辫子呢 辫子 这倒是要紧的事 你们知道长毛时候 留发不留头 留头不留发 七经和他的女人没有读过书 不很懂得这古典的奥妙 但觉得有学问的七爷这么说 事情自然非常重大 无可挽回 便仿佛受了死刑轩告诉的 耳朵里嗡的一声 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一代不如一代 九经老太正在不平 趁这机会便对赵七爷说 现在的长毛 只是捡人家的辫子 僧不僧 道不道的 从前的长毛 这样的吗 我活到七十九岁了 活够了 从前的长毛是 整匹的红段子裹头 拖下去 拖下去 一直拖到脚跟 王也是黄段子 拖下去 黄段子 红段子 我活够了 七十九岁了 七经嫂站起身 自言自语地说 这怎么好呢 这样的一般老小 都靠她养活的人 赵七爷摇头道 那也没法 没有辫子 该当何罪 书上都一条一条 明明白白写着的 不管她家里有些什么人 七经嫂听到书上写着 可真是完全绝望了 自己急得没法 便忽然又恨到七经 一用筷子指着她的鼻尖说 这死尸自作自受 造反的时候 我本来说不要乘船了 不要上城了 她偏要死进城去 滚进城去 进城便被人捡去了辫子 从前是绝光乌黑的辫子 现在弄得森不森 道不到的 这囚徒自作自受 带累了我们又怎么说呢 这活死尸的囚徒 村人看见赵七爷到村 都赶紧吃完饭 聚在七经家饭桌的周围 七经自己知道是出场人物 被女人当大众这样辱骂 很不雅观便值得抬起头 慢慢地说道 你今天说现成话 那时你 你这活死尸的囚徒 看客中间 八一嫂是心肠最好的人 抱着一的两周岁的姨父子 正在七经嫂身边看热闹 这时过意不去 连忙解劝说 七经嫂算了吧 人不是神仙 谁知道未来事呢 便是七经嫂 那时不也说 没有辫子 倒也没有什么丑嘛 况且衙门里的大老爷 也还没有告示 七经嫂没有听完 两个耳朵早通红了 便将筷子转过向来 指着八一嫂的鼻子 说 啊呀这是什么话啊 八一嫂 我自己看来倒还是一个人 会说出这样混蛋糊涂话吗 那时我是整整哭了三天 谁都看见 连六经这小鬼也都哭 六经刚吃完一大碗饭 拿了空碗伸手去嚷着要天 七经嫂真没好气便用筷子在一的双压脚中间直扎下去 大喝道 谁要你来多嘴 你这偷汗的小寡妇 噗的一声 七经手里的空碗落在地上了 恰巧又碰着一块砖角 立刻破成一个很大的缺口 七经直跳起来 捡起破碗 合上捡茶一回 也喝道 入娘的 一巴掌打倒了六经 六经躺着哭 九经老太拉了一的手 连说着 一代不如一代 一同走了 八一嫂也发怒 大声说 七经嫂 你恨棒打人 赵七爷本来是笑着旁观的 但自从八一嫂说了 衙门里的大老爷没有告示这话以后 却有些生气了 这时他已经绕出桌旁 接着说 很棒打人 算什么呢 大兵是就要到的 你可知道 这回保驾的是张大帅 张大帅就是艳人张义德的后代 他一只杖扒蛇毛 就有万夫不挡之勇 谁能抵挡他 他两手同时捏起空拳 仿佛握着无形的蛇毛模样 向八一嫂抢进几步道 你能抵挡他吗 八一嫂正气地抱着孩子发抖 忽然间赵七爷满脸油汗 瞪着眼 准对一冲过来 便十分害怕 不敢说完话 回身走了 赵七爷也跟着走去 众人一面怪八一嫂多事 一面让开路 几个捡过辫子重新留起的 便赶快躲在人从后面 怕他看见 赵七爷也不悉心查访 通过仁从忽然转入屋救树后 说道 你能抵挡他吗 跨上独木桥 扬长去了 村人们呆呆站着 心里计算 都觉得自己确乎抵不住张义德 因此也决定七金便要没有性命 七金既然犯了黄法 想起他往常对人谈论 城中的新闻的时候 就不该含着长烟馆 显出那般骄傲模样 所以对七金的犯法 也觉得有些畅快 他们也仿佛想发些议论 却又觉得没有什么议论可发 嗡嗡的一阵乱嚷 蚊子都撞过赤膊身子 闯到屋救树下去做事 他们也就慢慢的走散回家 关上门去睡觉 七金嫂咕弄着 也收了家伙和桌子矮凳回家 关上门睡觉了 七金将破碗拿回家里 坐在门槛上吸烟 但非常忧愁 忘却了吸烟 象牙嘴六尺多长 香菲竹烟馆的白铜斗里的火光 渐渐发黑了 他心里但觉得事情似乎十分危急 也想想些方法 想些计划 但总是非常模糊 贯穿不得 辫子呢辫子 杖拔蛇毛 一代不如一代 皇帝坐龙亭 破得完需得上城去定好 谁能抵挡他 书上一条一条写着 乳娘的 第二日清晨 七金依旧从鲁镇撑航船进城 傍晚回到鲁镇 又拿着六尺多长的香菲竹烟馆 和一个饭碗回村 他在晚饭席上 对九金老太说 这碗是在城内定合的 因为缺口大 所以要十六个铜钉 三文一个 一总用了四十八文小钱 九金老太很不高兴地说 一代不如一代 我是活够了 三文钱一个钉 从前的钉这样的吗 从前的钉是 我活了七十九岁了 此后七金虽然是照例日日进城 但家境总有些暗淡 村人大抵回避着 不再来听她从城内得来的新闻 七金嫂也没有好生气 还时常叫她囚徒 过了十多日 七金从城内回家 看见她的女人非常高兴 问她说 你在城内可听到些什么 没有听到些什么 皇帝做了农亭没有呢 他们没有说 闲狠酒店里也没有人说吗 也没人说 我想皇帝一定是不做农亭了 我今天走过赵七爷的店前 看见他又坐着念书了 辫子又盘在顶上了 也没有穿长衫 你想不做农亭了吧 我想不做了吧 现在的七金 是七金嫂和村人又都早给她相当的尊敬 相当的待遇了 到夏天 她们仍旧在自家门口的土厂上吃饭 大家见了都笑嘻嘻的招呼 九金老太早已做过八十大寿 仍然不平而且健康 六金的双鸭脚 已经变成一只大辫子了 一虽然心境裹脚 却还能帮同七金嫂做事 捧着十八个铜钉的饭碗 在土厂上一瘸一拐的往来 一九二零年十月 风波结束 此次录音由李津提供 鲁迅小说集《呐喊》 故乡 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我冒了严寒 回到乡隔二千余里 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时后既然是深冬 渐进故乡时 天气又阴晦了 冷风吹进船舱中 呜呜地响 从彭系向外一望 仓皇的天底下 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 没有一些火气 我的心紧不住悲凉起来了 啊 这不是我二十年来 时时记得的故乡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部如此 我的故乡好得多了 但要我记起它的美丽 说出它的家处来 却又没有影像 没有言辞了 仿佛也就如此 于是我自己解释说 故乡本也如此 虽然没有进步 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 这只是我自己 心情的改变罢了 因为我这次回乡 本没有什么好兴许 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 我们多年聚足而聚的老屋 已经共同卖给别姓了 交屋的期限 只在本年 所以必须敢在正月初一以前 永别了熟食的老屋 而且远离了熟食的故乡 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 第二日清早晨 我到了我家的门口了 瓦棱上许多枯草的断金 当风抖着 正在说明这老屋 难免易主的原因 几房的本家 大约已经搬走了 所以很寂静 我到了自家的房外 我的母亲早已迎着出来了 接着便飞出了八岁的侄儿 红尔 我的母亲很高兴 但也藏着许多凄凉的神情 叫我坐下歇息喝茶 且不谈搬家的事 红尔没有见过我 远远的对面站着只是看 但我们终于谈到搬家的事 我说外间的寓所已经租订了 又买了几件家具 此外需将家里所有的木器卖去 再去增添 母亲也说好 而且行李也略已齐齐 母亲不便搬运的也小搬卖去了 只是收不起钱来 你休息一两天 去拜望清洗本家一回 我们便可以走了 母亲说 是的 还有润土 他每到我家来时 总问起你 很想见你一回面 我已经将你到家的大约日期通知他 他也许就要来了 这时候 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云月 下面是海边的沙地 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 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 向带银圈 手捏一柄钢茶 向一匹茶尽力地赐去 那茶却僵身一扭 返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这少年便是润土 我认识他时也不过十多岁 离现在将有三十年了 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 家境也好 我正是一个少爷 那一年 我家是一间大祭祀的植年 这祭祀说是三十多年才能轮到一回 所以很郑重 正月里共祖相 共品很多 祭祭很讲究 拜的人也很多 祭祭也很要防偷去 我家只有一个盲月 我们这里给人做工的分三种 整年给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长工 按日给人做工的叫短工 自己也种地 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时候 来给一定人家做工的称盲月 忙不过来 他便对父亲说 可以叫他的儿子润土来管机器的 我的父亲允许了 我也很高兴 因为我早听到润土这名字 而且知道他和我仿佛年纪 润月生的五行缺土 所以他的父亲叫他润土 他是能装匠捉小鸟雀的 我于是日日盼望新年 新年到润土也就到了 好容易到了年末 有一日母亲告诉我润土来了 我便飞跑的去看 他正在厨房里 紫色的圆脸 头戴一顶小毡帽 井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像圈 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 怕他死去 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怨心 用圈子将他套住了 他见人很怕羞 只是不怕我 没有旁人的时候便和我说话 于是不到半日 我们便舒适了 我们那时候不知道谈些什么 只记得润土很高兴 说是上城之后 见了许多没有见过的东西 第二日我便要他捕鸟 他说 这不能 虚大雪下了才好 我们沙地上下了雪 我扫出一块空地来 用短棒织起一个大竹鞭 撒下屁股 看鸟雀来吃时 我远远的将附在棒上的绳子直一拉 那鸟雀就罩在竹鞭下了 什么都有 稻鸡 脚鸡 脖鸡 蓝背 我于是又很盼望下雪 润土又对我说 现在太冷 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 我们日历到海边捡贝壳去 红的绿的都有 鬼剑帕也有 观鹰手也有 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 你也去 管贼吗 不是 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 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 要管的是荒猪 刺猬 茶 月亮底下 你听 拉拉的响了 茶在咬瓜了 你便捏了胡叉 他轻轻的走去 我那时并不知道这所谓茶的是怎么一件东西 便是现在也没有知道 只是无端的觉得壮如小狗 而很凶猛 他不咬人吗 有胡叉呢 走到了 看见茶了 你便刺 这畜生很凌厉 到向你奔来 反从胯下窜了 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 我素不知道天下有这许多新鲜事 海边有如许五色的贝壳 西瓜有这样危险的经历 我先前单知道他在水果店里出卖罢了 我们沙地里 潮汛要来的时候 就有许多跳鱼儿只是跳 都有青蛙色的两个脚 哎 潤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稀奇的事 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 他们不知道一些事 潤土在海边时 他们都和我一样 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 可惜真月过去了 潤土虚回家里去 我急得大哭 他也躲到厨房里 哭着不肯出门 但终于被他父亲带走了 他后来还托他的父亲带给我一包贝壳 和几只很好看的鸟毛 我也曾送他一两只东西 但从此没有再见面 现在我的母亲提起了他 我这儿时的记忆 忽而全都闪电似的苏生过来 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了 我应声说 这好急 他 怎样 他 他警方也很不如意 母亲说着便向房外看 这些人又来了 说是买木器 顺手也就随便拿走的 我得去看看 母亲站起身 出去了 门外有几个女人的身影 我便招红儿走进面前 和她闲话 问她可会写字 可愿意出门 我们坐火车去吗 我们坐火车去 船呢 先坐船 哈 这模样了 胡子这么长了 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起来 我吃了一喝 赶忙抬起头 却见一个秃颧骨 脖嘴唇 五十岁上下的女人 站在我面前 两手搭在皮间 没有系裙 张着两脚 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 细脚伶伶的圆归 我愕然了 不认识了吗 我还抱过你嘞 我愈驾愕然了 幸而我的母亲也就进来 从旁说 她多年出门 捅忘却了 你该记得吧 便向着我说 这是斜队门的杨二嫂 开豆腐店的 哦 我记得了 我孩子时候 在斜队门的豆腐店里 却乎中日坐着一个杨二嫂 人都叫一豆腐西施 但是擦着白粉 颧骨没有这么高 嘴唇也没有这么薄 而且中日坐着 我也从没有见过 这圆归式的姿势 那时人说 因为一 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 但这大约因为年龄的关系 我却并未蒙着一毫感化 所以竟完全忘却了 然而圆归很不平 嫌出鄙夷的神色 仿佛吃笑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 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似的 冷笑说 忘了 这真是贵人眼高 哪有这是 我 我惶恐着 站起来说 那么 我对你说 迅哥 你阔了 斑洞又笨肿 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 让我拿去吧 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 我并没有阔了 我去卖了这些再去 哎呀呀 你放了倒台了 还说不阔 你现在又三房仪太太 出门便是吧台的大轿 还说不阔 哈 什么都瞒不过我 我知道无话可说了 便闭了口 默默地站着 哎呀啊呀 真是欲有钱便欲是一毫不肯放松 欲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欲有钱 圆归一面愤愤地回转身 一面叙叙地说 慢慢向外走 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 塞在裤腰里出去了 此后又有近处的本家和亲戚来访问我 我一面应酬 偷控便收拾些行李 这样的过了三四天 一日是天气很冷的午后 我吃过午饭 坐着喝茶 觉得外面有人进来了 便回头去看 我看时不由得非常出惊 慌忙站起身迎着走去 进来的便是润土 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润土 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润土了 他身材增加了一倍 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辉煌 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 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 周围都肿得通红 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 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 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 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 浑身色索着 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只长烟管 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 红火原石的手 却又粗又笨 而且开裂 像是松树皮了 我这时很兴奋 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只是说 阿润土哥 你来了 我接着便有许多话 想要连珠一般涌出 脚鸡 跳鱼 贝壳 茶 但又总觉得被什么挡着似的 但在脑里面回旋 吐不出口外去 他站住了 脸上献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 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 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 分明地叫道 老爷 我似乎打了一个寒金 我就知道 我们之间 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后杖壁了 我也说不出话 他回过头去说 水声给老爷磕头 便拖出躲在背后的孩子来 这正是一个念年前的润土 只是黄瘦些 井子上没有银圈罢了 这是第五个孩子 没有见过世面 躲躲闪闪 母亲和红二下楼来了 他们大约也听到了声音 老太太 信是早收到了 我实在喜欢的不得了 知道老爷回来 润土说 啊 你怎的这样客气起来 你们先前不是哥弟称呼吗 还是照旧 信格 母亲高兴地说 哎呀老太太真是 这成什么规矩 那时是孩子不懂事 润土说着 又叫水声上来打拱 那孩子却害羞 紧紧地只贴在他背后 他就是水声 第五个 都是声人 怕声也难怪的 还是红儿和他去走走 母亲说 红儿听的这话便来招水声 水声却松松爽爽 同他一路出去了 母亲叫润土坐 他迟疑了一回 终于就了坐 将长烟管靠在桌旁 递过纸包来 说 冬天没有什么东西了 这点干青豆 倒是自家晒在那里的 秦老爷 我问问他的景况 他只是摇头 非常难 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 却总是吃不够 又不太平 什么地方都要钱 没有规定 收成又坏 种出东西来 挑去卖 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 不去卖又只能烂掉 他只是摇头 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 却全然不动 仿佛石像一般 他大约只是觉得苦 却又形容不出 沉默了片时 便拿起烟管来默默的吸烟了 母亲问他 知道他的家里事务忙 明天便得回去 又没有吃过午饭 便叫他自己到厨下炒饭吃去 他出去了 母亲和我都叹息他的景况 多子 饥荒 瀕睡 冰 匪 官 身 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 母亲对我说 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 尽可以送他 可以听他自己去检择 下午 他捡好了几件东西 两条长桌 四个椅子 一副香炉和烛台 一杆台秤 他又要所有的草灰 我们这里煮饭是烧稻草的 那灰可以做沙地的肥料 待我们启程的时候 他用船来载去 夜间 我们又谈些闲天 都是无关紧要的话 第二天早晨 他就领了水声回去了 又过了九日 是我们启程的日期 润土早晨便到了 水声没有同来 却只带着一个五岁的女儿管船只 我们中日很忙碌 再没有谈天的功夫 来客也不少 有送行的 有拿东西的 有送行兼拿东西的 待到傍晚我们上船的时候 这老屋里的所有破旧大小粗细东西 已经一扫而空了 我们的船向前走 两岸的青山在黄昏中 都装成了身带颜色 连着退向船后烧去 红二和我靠着船窗 同看外面模糊的风景 他忽然问道 大伯 我们什么时候回来 回来 你怎么还没有走 就想回来了 可是 水声约我到他家玩去嘞 他睁着大的黑眼睛 痴痴的想 我和母亲也都有些枉然 于是又提起润土来 母亲说 那豆腐稀释的羊二嫂 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 本是每日必到的 前天医在灰堆里 掏出十多个碗碟来 议论之后 便定说是润土埋着的 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 一起搬回家里去 羊二嫂发现了这件事 自己狠以为攻 便拿了那狗气纱 这是我们这里养鸡的器具 木盘上面有着砸烂 内成石料 鸡可以伸进井子去啄 狗却不能 只能看着气死 飞也似地跑了 窥一装着这么高低的小脚 竟跑得这样快 老屋离我欲远了 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 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 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 将我隔成孤身 使我非常奇闷 那西瓜地上的银像圈的小英雄的影像 我本来十分清楚 现在却忽得模糊了 又使我非常的悲哀 母亲和红尔都睡着了 我躺着 听船底缠缠的水声 知道我在走我的路 我想 我尽于润土隔绝到这地步了 但我们的后背还是一气 红尔不是正在想念水声吗 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 又大家隔膜起来 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 都如我的辛苦辗转而生活 也不愿意他们都如润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 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自虽而生活 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 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 润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 我还暗地里笑他 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 什么时候都不忘却 现在我所谓希望 不也是我自己首制的偶像吗 只是他的愿望切尽 我的愿望忙远罢了 我在朦胧中 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 上面深蓝的天空中 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 我想 希望本是无所未有 无所未无的 这正如地上的路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1921年1月 故乡结束 此次录音由李经提供 鲁迅小说集 《阿贵正传》第一部分 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第一章 旭 我要给阿贵做正传 已经不止一两年了 但一面要做 一面又往回想 这足见我不是一个立言的人 因为从来不朽之笔 需传不朽之人 于是人以文传 文以人传 究竟谁靠谁传 渐渐的不胜了然起来 而终于归结到传阿贵 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 然而要做这一篇速朽的文章 才下笔便感到万分的困难了 第一是文章的明目 孔子曰 明不正则言不顺 这原是应该极注意的 转的明目很繁多 列转 字转 内转 外转 别转 家转 小转 而可惜都不合 列转嘛 这一篇并非和许多阔人排在正史里 字转嘛 我又并非就是阿贵 说是外转 内转在哪里呢 倘用内转 阿贵又绝不是神仙 别转呢 阿贵实在未曾有大总统上誉 宣复国使馆立本转 虽说英国正史上并无博图列转 而文豪迭根斯也做过博图别转这一部书 但文豪则可 在我辈却不可 其次是家转 则我既不知与阿贵是否同宗 也未曾受他子孙的拜托 或小转 则阿贵又更无别的大转了 总而言之 这一篇也便是本转 但从我的文章着想 因为文体碑下 是影车卖江哲流所用的话 所以不敢见称 便从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所谓 闲话修题言归正传 这一句套话里 取出正传两个字来 作为名目 即使与古人所传 书法正传的正传字面上很相混 也顾不得了 第二 立传的通力 开手大抵该是某 自某 某地人也 而我并不知道阿贵姓什么 有一回 他似乎是姓赵 但第二日便模糊了 那是赵太爷的儿子 尽了秀才的时候 罗生堂堂地抱到村里来 阿贵正喝了两碗黄酒 便手舞足蹈地说 这与他也很光彩 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 细细地排起来 他还比秀才长三倍呢 其实几个旁听人 倒也肃然地有些起劲了 哪知道第二天 地宝便叫阿贵到赵太爷家里去 太爷一见满脸见猪 喝道 阿贵你这混小子 你说我是你的本家吗 阿贵不开口 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 抢进几步说 你敢胡说 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 你姓赵吗 阿贵不开口 想往后退了 赵太爷跳过去 给了他一个嘴巴 你怎么会姓赵 你哪里配姓赵 阿贵并没有抗辩 他确作姓赵 只用手摸着左夹 和地宝退出去了 外面又被地宝训斥了一番 卸了地宝二百文九钱 知道的人都说阿贵太荒唐 自己去招打 他大约未必姓赵 即使真姓赵 有赵太爷在这里 也不该如此胡说的 此后便再没有人提起他的士族来 所以我终于不知道阿贵究竟什么姓 第三 我又不知道阿贵的名字是怎么写的 他活着的时候 人都叫他阿贵 死了以后 便没有一个人再叫阿贵了 哪里还会有助之主博的事 若论助之主博 这篇文章要算第一次 所以先遇着了这一个难关 我曾仔细想 阿贵 阿贵 还是阿贵呢 唐使他号月亭 或者在八月间做过生日 那一定是阿贵了 而他没有号 也许有号只是没有人知道他 有未尝散过生日真文的帖子 写作阿贵是武断的 又唐使他有一位老兄或令弟叫阿富 那一定是阿贵了 而他又只是一个人 写作阿贵也没有佐证的 其余因贵的偏僻字样 更加凑不上了 先前我也曾问过赵太爷的儿子冒财先生 谁料博雅如此功 竟也茫然 但据结论说 是因为成独秀办了新青年 提倡杨字 所以国粹伦亡 无可查考了 我的最后的手段 只有托一个同乡去查阿贵犯事的案卷 八个月之后才有回信 说案卷里并无与阿贵的声音相近的人 我虽不知道是真没有 还是没有查 然而也再没有别的方法了 生怕朱英字母还未通行 只好用了羊字 照英国流行的拼法 写它为阿贵 Q-U-E-I 略作阿贵 这近于盲从新青年 自己也很抱歉 但茂财公尚且不知 我还有什么好办法呢 第四 是阿贵的籍贯了 躺他姓赵 则据现在号称俊旺的老吏 可以照俊明百家姓上的注解 说是 隆兮天水人也 但可惜这姓是不胜可靠的 因此籍贯也就有些绝不定 他虽然多住卫妆 然而也常常塑在别处 不能说是卫妆人 即使说是卫妆人也 也仍然有怪使法的 我所聊以自卫的 是还有一个阿字 非常正确 绝无附会假借的缺点 颇可以救证于通人 至于其余 却都非浅穴所能穿坐 只希望有历史癖 与考巨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 将来或者能够寻出许多新端序来 但是我这阿贵正转 到那时却又怕早进消灭了 以上可以算是序 第二章 优胜激略 阿贵不但是姓名籍贯有些渺茫 连他先前的形状也渺茫 因为卫妆的人们至于阿贵 只要他帮忙 只拿他玩笑 从来没有留心他的形状的 而阿贵自己也不说 独有和别人口角的时候 肩货瞪着眼睛道 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了 你算是什么东西 阿贵没有家 住在卫妆的徒古池里 也没有固定的职业 只给人家做短工 割麦便割麦 充米便充米 撑船便撑船 工作略长久时 他也或住在临时主人的家里 但一玩就走了 所以 人们忙碌的时候 也还记起阿贵来 然而 记起的是做工 并不是形状 一闲空 连阿贵都早忘却 更不必说形状了 只是有一回 有一个老头子 宋阳说 阿贵真能做 这时阿贵赤着脖 懒洋洋的 寿林丁的正在他面前 别人也摸不着这话是真心 还是讥笑 然而阿贵很喜欢 阿贵又很自尊 所有畏壮的居民 全部在他眼神里 甚而至于 对于两位文童 也有以为不值一笑的神情 扶文童者 将来恐怕要变秀才折叶 赵太爷 前太爷 大受居民的尊敬 除有钱之外 就因为都是文童的爹点 而阿贵在精神上 独不表格外的重逢 他想 我的儿子会扩得多了 嘉义进了几回城 阿贵自然更自负 然而他又很比拨城里人 譬如用三尺三寸宽的木板 做成的凳子 卫庄人叫长凳 他也叫长凳 城里人却叫条凳 他想 这是错的 可笑 尤尖大头鱼 卫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 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 他想 这也是错的 可笑 然而卫庄人 真是不见世面的可笑的乡下人啊 他们没有见过城里的监鱼 阿贵 所以先前阔 见识高 而且真能做 本来几乎是一个完人了 但可惜他体质上还有一些缺点 最恼人的是在他头皮上 颇有几处不至于何时的赖窗疤 这虽然也在他身上 而看阿贵的意思 倒也似乎以为不足贵的 因为他会说 赖以及一切尽于赖的音 后来推而广之 光也会 亮也会 再后来 连灯 竹都会了 一饭会 不问有心与无心 阿贵便全拔通红的发起怒来 估亮了对手 口纳的他便骂 气力小的他便打 然而不知怎么一回事 总还是阿贵吃亏的时候多 于是他渐渐的变换了方针 大敌改为怒目而逝了 谁知道阿贵采用怒目主义之后 卫庄的闲人们便愈喜欢玩笑他 一见面 他们便假作吃惊地说 喂 亮起来了 阿贵照例地发了怒 他怒目而逝了 原来有保险灯在这里 他们并不怕 阿贵没有罚 只得另外想出报复的话来 你还不配 这时候 又仿佛在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奶头窗 并非平常的奶头窗了 但上文说过 阿贵是有见识的 他立刻知道和饭计有点抵触 便不再往底下说 闲人还不玩 只聊他 于是忠而至于打 阿贵在行事上打败了 被人揪住黄辫子 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 闲人这才心满意足地得胜地走了 阿贵站了一刻 心里想 我总算被儿子打了 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 于是也心满意足地得胜地走了 阿贵想在心里的 后来每每说出口来 所以凡是和阿贵玩笑的人们 几乎全知道他有这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 此后每逢揪住他黄辫子的时候 人就先一招对他说 阿贵这不是儿子打老子 是人打畜生 自己说人打畜生 阿贵两只手都捏住了自己的便根 歪着头 说道打虫智好不好 我是虫智 还不放吗 但虽然是虫智 闲人也并不放 人就在究竟什么地方给他碰了五六个响头 这才心满意足地得胜地走了 他以为阿贵这回可遭了嗡 然而不到十秒钟 阿贵也心满意足地得胜地走了 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亲自荐的人 除了自亲自荐不算外 余下的就是第一个 状元不也是第一个吗 你算是什么东西呢 阿贵以如是等等妙法克服怨敌之后 便愉快地跑到酒店里喝几碗酒 又和别人调笑一通 口角一通 又得了肾 愉快地回到屠谷池 放倒头睡着了 假使有钱 他便去押牌宝 一堆人蹲在地面上 阿贵急汗流满面地夹在这中间 声音他最响 青龙四百 咳咳开了 庄家揭开盒子盖 也是汗流满面地唱 天门了 搅回了 人和穿堂空在那里了 阿贵的铜钱拿过来 穿堂一百 一百五十 阿贵的钱便在这样的割营之下 渐渐地输入别个汗流满面的人物的腰间 他终于只好挤出堆外 站在后面看 替别人着急 一直到散场 然后练练地回到屠谷池 第二天 肿着眼睛去工作 但真所谓塞翁施马安之非福吧 阿贵不幸而赢了一回 他倒几乎失败了 这是卫庄赛神的晚上 这晚上照例有一台戏 戏台左近也照例有许多的堵摊 做戏的锣鼓在阿贵耳朵里仿佛在十里之外 他只听得庄家的歌唱了 他迎而又迎 铜钱变成脚羊 脚羊变成大羊 大羊又成了蝶 他兴高采烈得非常 天门两块 他不知道谁和谁为什么打起架来了 骂声打声脚步声 昏头昏脑的一大阵 他才爬起来 堵摊不见了 人们也不见了 身上有几处很似乎有些痛 似乎也挨了几拳几脚似的 几个人诧异的对他看 他如有所思的走进土古池 定一定神 知道他的一堆羊钱不见了 赶赛会的赌摊多不是本村人 还到哪里去寻根底呢 很白很亮的一堆羊钱 而且是他的 现在不见了 说是算被儿子拿去了吧 总还是呼呼不乐 说自己是重制吧 也还是呼呼不乐 他这回才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 但他立刻转败为胜了 他请起右手 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 热啦啦的有些痛 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 似乎打的是自己 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 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半 虽然还有些热啦啦 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 他睡着了 第三章 旭优胜纪略 然而阿贵虽然常优胜 却只待蒙赵太爷打他嘴巴之后 这才出了名 他付过地宝二百文酒钱 愤愤的躺下了 后来想 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 儿子打老子 于是忽而想到赵太爷的威风 而现在是他的儿子了 便自己也渐渐的得意起来 爬起身 唱着小姑霜上坟到酒店去 这时候 他又觉得赵太爷高人一等了 说也奇怪 从此之后 果然大家也仿佛格外尊敬他 这在阿贵或者以为 因为他是赵太爷的父亲 而其实也不然 卫庄通力 倘如阿七打阿八 或者李四打张三 向来本不算口碑 一上口碑 则打的既有名 被打的也就脱臂有了名 至于错在阿贵 那自然是不必说 所以惹何 就因为赵太爷是不会错的 但他既然错 为什么大家又仿佛格外尊敬他呢 这可难解 穿坐起来说 或者因为阿贵说是赵太爷的本家 虽然挨了打 大家也还怕有些真 总不如尊敬一些稳当 否则也如孔庙里的太老一般 虽然与朱阳一样 同是畜生 但既经圣人下注 仙儒们便不敢网动了 阿贵此后倒得意了许多年 有一年的春天 他醉醺醺的在街上走 在墙根的日光下 看见王狐在那里赤着脖捉狮子 他忽然觉得身上也痒起来了 这王狐又赖又狐 别人都叫他王赖狐 阿贵却删去了一个赖子 然而非常藐视他 阿贵的意思 以为赖是不足为奇的 只有这一步落腮胡子 实在太新奇 令人看不上眼 他于是并排坐下去了 躺视别的闲人们 阿贵本不敢大意坐下去 但这王狐旁边 他有什么怕呢 老实说 他肯坐下去 简直还是抬举他 阿贵也拖下破家傲来 翻简了一回 不知道因为欣喜呢 还是因为粗心 许多功夫只捉了三四个 他看到王狐 却是一个又一个 两个又三个 只放在嘴里哔哔哔哔哔的响 阿贵最初是失望 后来却不平了 看不上眼的王狐 上前那么多 自己倒反这样少 这是怎样的大师体统的事啊 他很想寻一两个大的 然而竟没有 好容易才捉到一个钟的 恨恨的塞在后嘴唇里 很命一咬 劈的一声 又不急王狐的响 他赖窗疤快快通红了 将衣服摔在地上 吐一颗唾沫 说 这毛虫 赖皮狗 你骂谁 王狐轻蔑的抬起眼来说 阿贵 近来虽然比较的受人尊敬 自己也更高傲些 但和那些打惯的闲人们见面 还胆怯 独有这回却非常无勇了 这样满脸胡子的东西 也敢出言无状吗 谁认便骂谁 他站起来 两手插在腰间说 你的骨头痒了吗 王狐也站起来 披上衣服说 阿贵以为他要逃了 抢进去就是一拳 这拳头还未打到身上 已经被他抓住了 只一拉 阿贵呛呛亮亮的跌进去 立刻又被王狐扭住了辫子 要拉到墙上照例去碰头 君子动口不动手 阿贵歪着头说 王狐似乎不是君子 并不理会 一连给他碰了五下 又用力的一推 至于阿贵跌出六尺多远 这才满足的去了 在阿贵的记忆上 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一件的屈辱 因为王狐以落腮胡子的缺点 向来只被他奚落 从没有奚落他 更不必说动手了 而他现在竟动手 很意外 难道真如世上所说 皇帝已经停了考 不要秀才和举人了 因此赵家捡了威风 因此他们也便小觑了他吗 阿贵无可适从地站着 远远地走来了一个人 他的对头又到了 这也是阿贵最厌恶的一个人 就是前太爷的大儿子 他先前跑上城里去进阳学堂 不知怎么又跑到东阳去了 半年之后他回到家里来 腿也直了 辫子也不见了 他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 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 后来他的母亲到处说 这辫子是被坏人灌醉了酒捡去了 本来可以做大官 现在只好等刘长再说了 然而阿贵不肯信 偏称他假洋鬼子 也叫做里通外国的人 一见他一定在肚子里 暗暗地咒骂 阿贵尤其生物而痛觉知的 是他的一条假辫子 辫子而至于假 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 他的老婆不跳第四回井 也不是好女人 这假洋鬼子进来了 托儿 驴 阿贵历来本指在肚子里骂 没有出过声 这回因为正气愤 因为要报仇 便不由得轻轻地说出来了 不料这托儿却拿着一只黄漆的棍子 就是阿贵所谓枯丧棒 大踢步走了过来 阿贵在这刹那便知道大约要打了 赶紧抽紧筋骨 耸了肩膀等候着 果然 啪的一声 似乎确作打在自己头上了 我说他 阿贵指着静旁的一个孩子 分辨说 啪 啪啪 在阿贵的记忆上 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二件的屈辱 幸而拍拍地想了之后 于他倒似乎完结了一件事 反而觉得轻松些 而且忘却这一件祖传的宝贝 阿贵也发生了效力 他慢慢地走 降到酒店门口 早已有些高兴了 但对面走来了静修庵里的小泥骨 阿贵便在平时 看见依依也一定要唾骂 而况在屈辱之后呢 他于是发生了回忆 又发生了敌凯了 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样晦气 原来就因为见了你 他想 他迎上去 大声地吐一口唾沫 咳咳 呸 小尼姑全部踩 低了头只是走 阿贵走进衣身旁 突然伸出手去磨着衣心剃的头皮 呆笑着 说 托儿 快回去 和尚等着你 你怎么动手动脚 尼姑满脸通红地说 一面赶快走 酒店里的人大笑了 阿贵看见自己的薰液得了赏识 便愈加兴高采烈起来 和尚动得我动不得 他扭住衣的面颊 酒店里的人大笑了 阿贵更得意 而且为了满足那些赏剑家起见 再用力地一拧才放手 他这一站早忘却了王狐 也忘却了假养鬼子 似乎对于今天的一切晦气都报了仇 而且奇怪 又仿佛全身比拍拍地响了之后轻松 飘飘然地似乎要飞去了 这段子绝孙的阿贵 远远地听得小尼姑的戴裤的声音 哈哈哈哈 阿贵十分得意地笑 哈哈哈哈 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地笑 第四章 恋爱的悲剧 有人说 有些胜利者愿意敌手如虎 如鹰 他才感得胜利的欢喜 假使如羊 如小鸡 他便反觉得胜利的无聊 又有些胜利者 当克服一切之后 看见死的死了 降的降了 成 成黄成红 死罪死罪 他于是没有了敌人 没有了对手 没有了朋友 只有自己在上 一个孤零零 凄凉 寂寞 便反而感到了胜利的悲哀 然而我们的阿贵却没有这样罚 他是永远得意的 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 灌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 看哪 他飘飘然的似乎要飞去了 然而这一次的胜利 却又使他有些异样 他飘飘然的飞了大半天 飘进屠古词 照例应该躺下便打寒 谁知道这一晚他很不容易合眼 他觉得自己的大拇指和第二指有点古怪 仿佛比平常滑腻些 不知道是小尼姑的脸上有一点滑腻的东西粘在他指上 还是他的指头在小尼姑脸上磨得滑腻了 段子绝寸的阿贵 阿贵的耳朵里又听到这句话 他想 不错 应该有一个女人 段子绝孙便没有人供一碗饭 应该有一个女人 福不孝有三 无厚为大 而若凹之鬼蕾儿也是一件人生的大哀 所以他那思想其实是样样合于圣经贤传的 只可惜后来有些不能收其放心了 女人 女人 他想 和尚动的 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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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想 我们不能知道这晚上阿贵在什么时候才打寒 但大约他从此总觉得指头有些滑腻 所以他从此总有些飘飘然 女 她想 即此一端我们便可以知道女人是害人的东西 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 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 伤是打紧脑亡的 周是包四弄坏的 情 虽然史无名文 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 大约未必十分错 而董卓可是的确给貂蝉害死了 阿贵本来也是证人 我们虽然不知道他曾蒙什么名师指寿过 但他对于男女之大方 却历来非常严 也很有排斥异端 如小尼姑及假洋鬼子之类的正气 他的学说是 凡尼姑一定与和尚似通 一个女人在外面走 一定想引诱也男人 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 一定要有勾当了 为诚挚他们起见 所以他往往怒目而逝 或者大声说几句诸心话 或者在冷辟处 便从后面置一块小石头 谁知道他僵道而立之年 竟被小尼姑害得飘飘然了 这飘飘然的精神 在礼教上是不应该有的 所以女人真可恶 假使小尼姑的脸上不滑腻 阿贵便不至于背骨 又假使小尼姑的脸上盖层布 阿贵便也不至于背骨了 他五六年前 曾在戏台下的人丛中 拧过一个女人的大腿 但因为隔一层裤 所以此后并不飘飘然 而小尼姑并不然 这也足见异端之可恶 女 阿贵想 他对于以为 一定想引诱也男人的女人 时常留心看 然而依依并不对他笑 他对于和他讲话的女人 也时常留心听 然而依依又并不提起 关于什么勾当的话来 哦 这也是女人可恶之一节 衣们全都要装假正经的 这一天 阿贵在赵太爷家里冲了一天米 吃过晚饭便坐在厨房里吸汗烟 躺在别家吃过晚饭本可以回去的了 但赵府上晚饭早 虽说定力不准掌灯 一吃完便睡觉 然而偶然也有一些例外 其一是赵大爷未尽秀才的时候 准其点灯读文章 其二便是阿贵来做短工的时候 准其点灯充米 因为这一条例外 所以阿贵在动手充米之前 还坐在厨房里吸汗烟 吴妈是赵太爷家里唯一的女仆 洗完了碗碟 也就在长凳上坐下了 而且和阿贵谈闲天 太太两天没有吃饭了 因为老爷要买一个小的 女人 吴妈 这小孤双 阿贵想 我们的少奶奶 是八月里要生孩子了 女人 阿贵想 阿贵放下烟管 站了起来 我们的少奶奶 吴妈还唠叨说 我和你困叫 我和你困叫 阿贵忽然抢上去 对衣跪下了 你煞时中很济然 哎呀 吴妈愣了一息 突然发抖 大叫着往外跑 且跑且嚷 似乎后来带哭了 阿贵对了墙壁 跪着也发愣 于是两手扶着空板凳 慢慢地站起来 仿佛觉得有些糟 她这时却也有些忐忑了 慌张地将烟管插在裤带上 就想去充米 砰的一声 头上啄了很粗的一下 她急忙回转身去 那秀才便拿了一只大烛杠 站在她面前 你反了 你这 大烛杠又向她劈下来了 阿贵两手去抱头 拍得正打在纸截上 这可很有些痛 她冲出厨房门 仿佛背上又着了一下似的 妄八蛋 秀才在后面用了官话 这样吗 阿贵奔入充米场 一个人站着 还觉得指头痛 还记得妄八蛋 因为这话是卫妆的乡下人 从来不用 专是见过官府的阔人用的 所以格外怕 而印象也格外深 但这时她那女的思想却也没有了 而且打骂之后 似乎一件事也已经收束 倒反觉得一无挂碍似的 便动手去充米 充了一会儿 她热起来了 又歇了手脱衣服 脱下衣服的时候 她听得外面很热闹 阿贵奔平本来最爱看热闹 便急寻声走出去了 寻声渐渐地寻到赵太爷的内院里 虽然在昏黄中 却变得出许多人 赵府一家 连两日不吃饭的太太也在内 还有见辟的周七嫂 真正本家的赵白眼 赵思辰 少奶奶正拓着吴妈走出下房来 一面说 你到外面来 不要躲在自己房里想 谁不知道你正经 短见是万万寻不得的 周七嫂也从旁说 吴妈只是哭 加些话 却不甚听得分明 阿贵想 哼 有趣 这小姑双 不知道闹着什么玩意儿了 她想打听 走进赵思辰的身边 这时她猛然间看见赵大爷向她奔来 而且手里捏着一只大竹杠 她看见这一只大竹杠 便猛然间悟到自己曾经被打 和这场热闹似乎有点相关 她翻身便走 想逃回冲米场 不图这只竹杠阻了她的去路 于是她又翻身便走 自然而然的走出后门 不多功夫已在徒骨瓷内了 阿贵坐了一会 皮肤有些起立 她觉得冷了 因为虽在春季而夜间颇有余寒 尚不一余赤膊 她也记得布山留在赵家 但倘若曲曲又生怕秀才的竹杠 然而帝宝进来了 阿贵你的妈妈的 你连赵家的佣人都调戏起来 简直是造反 害得我晚上没有叫水 你的妈妈的 如是云云地教训了一通 阿贵自然没有话 林末因为在晚上 应该送地宝加倍酒钱四百文 阿贵正没有献钱 便用一顶沾帽做抵押 并且订定了五条件 一 明天用红竹 要一斤重的 一对 香一封 到赵府上去赔罪 二 赵府上请道士拔出异轨 费用由阿贵负担 三 阿贵从此不准踏进赵府的门槛 四 吴妈此后堂有不测 唯阿贵是问 五 阿贵不准再去索取公钱和布衫 阿贵自然都答应了 可惜没有钱 幸而已经春天 棉被可以无用 便置了二千大钱 旅行条约 赤博磕头之后 居然还剩几文 他也不再熟沾帽 统统喝了酒了 但赵家也并不烧香点烛 因为太太拜佛的时候可以用 留着了 那破布衫是大半做了少奶奶八月间生下来的孩子的趁尿布 那小半破烂的便都做了吴妈的鞋底 第五章 生计问题 阿贵离毙之后 忍旧回到屠古词 太阳下去了 渐渐觉得世上有些古怪 他仔细一想 终于醒悟过来 其原因盖在自己的赤膊 他记得破家傲还在 便披在身上 躺倒了 但张开眼睛 原来太阳又已经照在西墙上头了 他坐起身 一面说道 妈妈的 他起来之后 也忍旧在街上逛 虽然不比赤膊至有切肤之痛 却又渐渐地觉得世上有些古怪了 仿佛从这一天起 卫妆的女人们忽然都怕了羞 一门一见阿贵走来 便个个躲进门里去 善儿至于将近五十岁的周七嫂 也跟着别人乱钻 而且将十一的女儿都叫进去了 阿贵很以为奇 而且想 这些东西忽然都学习小姐模样来了 这常夫们 但他更觉得世上有些古怪 却是许多日以后的事 其一 酒店不肯赦欠了 其二 管图古词的老头子说些废话 似乎叫他走 其三 他虽然记不清多少日 但缺乎有许多日 没有一个人来叫他做短工 酒店不舍 熬着也罢了 老头子催他走 撸鼠一通也就算了 只是没有人来叫他做短工 却使阿贵肚子饿 这尾时是一件非常妈妈的的事情 阿贵忍不下去了 他只好到老主顾的家里去探问 但独不许踏进赵府的门槛 然而情形也异样 一定走出一个男人来 显了十分烦艳的相貌 像回复乞丐一般的摇手道 没有没有 你出去 阿贵欲觉的稀奇了 他想这些人家向来少不了要帮忙 不至于现在忽然都无事 这总该有些蹊跷在里面了 他流行打听 才知道他们有事都去叫小洞 这小弟是一个穷小子 又瘦又乏 在阿贵的眼睛里 位置是在亡乎之下的 谁料这小子竟谋了他的饭碗去 所以阿贵这一气更与平常不同 当气愤愤地走着的时候 忽然将手一扬唱道 我手指钢鞭将你打 几天之后 他竟在前府的照臂前遇见了小弟 仇人相见分外掩明 阿贵便迎上去 小弟也站住了 畜生 阿贵怒目而视地说 嘴角上飞出唾沫来 我是重置好吗 小弟说 这谦逊凡使阿贵更加愤怒起来 但他手里没有钢鞭 于是只得扑上去伸手去拔小弟的辫子 小弟一手护住了自己的辫根 一手也来拔阿贵的辫子 阿贵便也将空着的一只手护住了自己的辫根 从先前的阿贵看来 小弟本来是不足齿数的 但他竟来挨了饿 又受又罚 已经不下于小弟 所以便成了势均力敌的现象 四只手拔着两颗头 都弯了腰 在前甲粉墙上映出一个蓝色的红形 止于半点钟之久了 好了好了 看得人们说 大约是解劝的 好 好 看得人们说 不知道是解劝是送羊还是山洞 然而他们都不听 阿贵进三步 小弟便退三步 都站着 小弟进三步 阿贵便退三步 又都站着 大约半点钟 卫妆少有自明钟 所以很难说 或者二十分 他们的头发里便都冒烟 额上便都流汗 阿贵的手放松了 在同一瞬间 小弟的手也正放松了 同时直起 同时退开 都挤出人从去 记着吧 妈妈的 阿贵回过头去说 妈妈的记着吧 小弟也回过头来说 这场龙虎斗似乎并无胜败 也不知道看的人可满足 都没有发什么议论 而阿贵却仍然没有人来叫他做短工 有一日很温和 威风佛佛的颇有些下意了 阿贵却觉得寒冷起来 但这还可担当 第一倒是肚子饿 棉被 毡帽 布衫 早已没有了 其次就卖了棉袄 现在有裤子 却万不可脱的 有破甲袄 又除了送人做鞋底之外 决定卖不出钱 他早想在路上拾得一炷钱 但至今还没有见 他想在自己的破屋里忽然寻到一炷钱 慌张的思故 但屋内是空虚而且了然 于是他绝技出门求食去了 他在路上走着要求食 看见熟食的酒店 看见熟食的馒头 但他都走过了 不但没有暂停 而且并不想要 他所求的不是这类东西了 他求的是什么东西 他自己不知道 卫庄本不是大村镇 不多时便走近了 村外多是水田 满眼是新秧的嫩绿 夹着几个圆形的活动的黑点 便是耕田的农夫 阿贵并不赏见这田家乐 却只是走 因为他直觉地知道 这与他的求食之道是很了远的 但他终于走到静修庵的墙外了 庵周围也是水田 粉墙突出在新绿里 后面的低土墙里是菜园 阿贵迟疑了一回 四面一看 并没有人 他便爬上这矮墙去 扯着合手乌藤 但泥土仍然速速地掉 阿贵的脚也锁锁地抖 终于攀着桑树枝跳到里面了 里面真是郁郁匆匆 但似乎并没有黄酒馒头 以及此外可吃的之类 烤西墙是竹丛 下面许多笋 只可惜都是并未煮熟的 还有油菜早经节子 芥菜已将开花 小白菜也很老了 阿贵仿佛文童落地似的觉得很冤屈 他慢慢走进圆门去 忽而非常惊喜了 这分明是一起老萝卜 他于是蹲下便拔 而门口突然伸出一个很圆的头来 又急缩回去了 这分明是小尼谷 小尼谷之流是阿贵本来示弱草芥的 但事事须退一步想 所以他便赶紧拔起四个萝卜 拧下青叶都在大经里 然而老尼谷已经出来了 阿贵阿贵你怎么跳进圆里来偷萝卜 哎呀追过啊 哎呦阿弥陀佛 我什么时候跳进你的圆里来偷萝卜 阿贵且看且走地说 现在这不是 老尼谷指着他的衣兜 这是你的 你能叫他答应你吗 你 阿贵没有说完话 拔步便跑 追来的是一匹很肥大的黑狗 这本来在前门的 不知怎的到后院来了 黑狗哼而且追 已经要咬着阿贵的腿 幸而从衣兜里落下一个萝卜来 那狗给一下 略略一停 阿贵已经爬上桑树 跨到土墙 连人和萝卜都滚出墙外面了 只剩着黑狗还在对着桑树熬 老尼谷念着佛 阿贵怕尼谷又放出黑狗来 拾起萝卜便走 沿路又捡了几块小石头 但黑狗却并不在线 阿贵于是抛了十块 一面走一面吃 而且想到 这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寻 不如进城去 待三个萝卜吃完时 他已经打定了进城的主意了 阿贵正传第一部分结束 此次录音由李经提供 鲁迅小说集《呐喊阿贵正传》第二部分 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第六章 从中心到末路 在卫庄再看见阿贵出现的时候 是刚过了这年的中秋 人们都敬意 说是阿贵回来了 于是又回上去想到 他先前哪里去了呢 阿贵前几回的上城 大抵早就兴高采烈的对人说 但这一次却并不 所以也没有一个人留心到 他或者也曾告诉过管徒古词的老头子 然而卫庄老历 只有赵太爷、前太爷 和秀才大爷上城才算一件事 假洋鬼子尚且不足数 何况是阿贵 因此老头子也就不替他宣传 而卫庄的社会上也就无从知道了 但阿贵这回的回来 却与先前大不同 却乎很直的惊异 天色江黑 他睡眼朦胧的在酒店门前出现了 他走进柜台 从腰间伸出手来 满把是银的和铜的 在柜上一扔说 现前!打酒来! 穿的是新家偶 看去腰间还挂着一个大搭脸 沉甸甸的将裤带坠成了很弯很弯的弧线 卫庄老力 看见略有些醒目的人物 是与其蔓延宁静的 现在虽然明知道是阿贵 但因为和破甲傲的阿贵有些两样了 古人云 是别三日便当刮目相待 所以唐官 掌柜 酒客 路人 便自然显出一种凝而且静的形态来 掌柜既先之以点头 又既之以谈话 祸!阿贵!你回来了! 回来了! 发财!发财!你是...在... 上城去了! 这一件新闻 第二天便传遍了全伪装 人人都愿意知道现前和新家偶的阿贵的中心史 所以在酒店里 茶馆里 庙檐下便渐渐的探听出来了 这结果是阿贵得了新敬畏 据阿贵说 他是在举人老爷家里帮忙 这一劫 听的人都肃然了 这老爷本性白 但因为和城里只有他一个举人 所以不必再惯性 说起举人来就是他 这也不独在卫庄是如此 便是一百里方圆之内也都如此 人们几乎多以为他的姓名就叫举人老爷的了 在这人的府上帮忙 那当然是可敬的 但据阿贵又说 他却不高兴再帮忙了 因为这举人老爷实在太妈妈的了 这一劫 听的人都叹息而且快意 因为阿贵本不配在举人老爷家里帮忙 而不帮忙是可惜的 据阿贵说 他的回来 似乎也由于不满意城里人 这就在他们将长凳称为条凳 而且兼鱼用葱丝 加以最近观察所得的缺点 是女人的走路也扭得不很好 然而也偶有大可佩服的地方 即如卫庄的乡下人不过打三十二张的竹牌 只有假洋鬼子能够插麻将 城里却连小乌龟子都插得精熟的 什么假洋鬼子 只要放在城里的十几岁的小乌龟子的手里 也就立刻是小鬼建阎王 这一劫听的人都赦然了 你们可看见过杀头吗 阿贵说 哎好看杀革命党 哎好看好看 他摇摇头将唾沫飞在正对面的赵思辰的脸上 这一劫听的人都凛然了 但阿贵又四面一看 忽然仰起右手 照着伸长脖子听得出神的王狐的后巷窝上直劈下去道 咋 王狐惊得一跳 同时电光石火似的赶快缩了头 而听的人又都悚然 而且欣然了 从此王狐温头温脑的许多日 并且再不敢走进阿贵的身边 别的人也一样 阿贵这时在卫妆人眼睛里的地位 虽不敢说超过赵太爷 但位置差不多 大约也就没有什么语病的了 然而不多久 这阿贵的大名忽悠传遍了卫妆的龟中 虽然卫妆只有前兆两姓是大物 此外十之九都是浅龟 但龟中究竟是龟中 所以也算得一件神意 女人们见面时一定说 周七嫂在阿贵那里买了一条蓝筹裙 舊固然是舊的 但只花了九脚钱 还有赵白衍的母亲 一说是赵思辰的母亲 代考 也买了一件孩子穿的大红羊沙衫 七成青 只用三百大钱九二串 于是衣们都眼巴巴的想见阿贵 却仇群的想问他买仇群 要羊沙衫的想问他买羊沙衫 不但见了不逃避 有时阿贵已经走过了 也还要追上去叫住他 问道阿贵 你还有仇群吗 没有 沙山也要的 有吧 后来这终于从浅规传进深规里去了 因为周七嫂得意之余 将一的仇群请赵太太去见上 赵太太又告诉了赵太爷 而且招师恭维了一番 赵太太便便在晚饭桌上和秀才大爷讨论 以为阿贵实在有些古怪 我们门窗应该小心些 但他的东西不知道可还有什么可买 也许有点好东西吧 加以赵太太也正想买一件价廉物美的疲惫心 于是家族决议便拖周七嫂即刻去寻阿贵 而且为此兴辟了第三种的例外 这晚上也姑且特准点油灯 油灯干了不少了 阿贵还不到 赵福的拳卷都很焦急 打着喝浅 或恨阿贵太飘忽 或愿周七嫂不上井 赵太太还怕她因为春天的条件不敢来 而赵太爷以为不足虑 因为这是我去叫她的 果然到底赵太爷有件事 阿贵终于跟着周七嫂进来了 她只说没有没有 我说你自己当面说去 她还要说 我说周七嫂气喘吁吁地走着说 太爷 阿贵似笑非笑地叫了一声 在眼下站住了 阿贵听说你在外面发财 赵太爷 赵太爷躲开去 眼睛打亮着她的全身 一面说 那很好 那很好的 这个 听说你有些旧东西 可以都拿来看一看 这也并不是别的 因为我倒要 我对周七嫂说过了 都完了 完了 赵太爷不觉失声地说 哪里会玩得这样快呢 那是朋友的 本来不多 他们买了些 总该还有一点吧 现在只剩了一张门幕了 就拿门幕来看看吧 赵太太慌忙说 那么明天拿来就是 但是 赵太爷却不慎热心了 阿贵 你以后有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竟先送来给我们看 价钱绝不会比别家出的少 秀才说 秀才娘子忙一瞥阿贵的脸 看她感动了没有 我要一件疲惫心 赵太太说 阿贵虽然答应着 却懒洋洋地出去了 也不知道她是否放在心上 这使赵太爷很失望 气愤 而且担心 至于停止了打喝钱 秀才对于阿贵的态度也很不平 于是说 这王八蛋要提防 或者不如吩咐地宝 不许他住在卫庄 但赵太爷以为不然 说这也怕要结怨 况且做这路生意的 大概是老鹰不吃窝下食 本村倒不必担心的 只要自己业力警醒点就是了 秀才听了这庭讯 非常之以为然 便即刻撤销了驱逐阿贵的提议 而且叮嘱周七嫂 请一千万不要向人提起这一段话 但第二日 周七嫂便将那蓝裙去染了灶 又将阿贵可疑指点传扬出去了 可是却没有提起秀才要驱逐她这一劫 然而这已经与阿贵很不利 最先帝宝寻上门了 去了她的门墓去 阿贵说是赵太太要看的 而帝宝也不还 并且要议定每月的孝敬钱 其次是村人对于她的敬畏忽而变相了 虽然还不敢来放肆 却很有远臂的神情 而这神情和先前的房塔来擦的时候 又不同 破混着敬而远之的分子了 只有一般闲人们 却还要寻根究底地去探阿贵的底细 阿贵也并不会是 傲然地说出她的经验来 从此他们才知道 她不过是一个小角色 不但不能上墙 并且不能进洞 只站在洞外接东西 有一夜 她刚才接到一个包 振手再进去 不一会只听得里面大嚷起来 她便赶紧跑 连夜爬梳城 逃回卫庄来了 从此不敢再去做 然而这故事却与阿贵更不利 村人对于阿贵的敬而远之者 本因为怕结怨 谁料她不过是一个不敢再偷的偷儿呢 这实在是死亦不足未也意 第七章 革命 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 吉阿贵将打链卖给赵白眼的这一天 三更四点 有一只大乌棚船 到了赵府上的河部头 这船从黑须中荡来 乡下人睡得熟 都没有知道 出去时将近黎明 却很有几个看见的了 据探头探脑的调查来的结果 知道那竟是举人老爷的船 那船便将大不安仔给了卫庄 不到正午 全村的人心就很动摇 船的使命 赵家本来是很秘密的 但查房九四里却都说 革命党要进城 举人老爷到我们乡下来逃难了 唯有邹七嫂不以为然 说那不过是几口破衣箱 举人老爷想来寄存的 却已被赵太爷回复转去 其实举人老爷和赵秀才素不相能 在里本不能有共患难的情谊 况且周七嫂又和赵家是邻居 见闻较为切近 所以大概该是一对的 然而谣言很旺盛 说举人老爷虽然似乎没有倾到 却有一封长信 和赵家排了转折亲 赵太爷肚里一轮 觉得与他总不会有坏处 便将箱子留下了 先就塞在太太的床底下 至于革命党 有的说是便在这一夜进了城 个个白亏白假 穿着重振皇帝的素 阿贵的耳朵里 本来早听到过革命党这一句话 今年又亲眼见过杀掉革命党 但他有一种不知从哪里来的意见 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 造反便是与他为难 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 数不料这却是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 有这样怕 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网了 况且伪装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 也使阿贵更快意 革命也好吧 阿贵想 隔着火妈妈的命 太可恶 太可恨 便是我 也要投降革命党了 阿贵 静来用度酒 大约略略有些不平 加以五间喝了两碗空度酒 愈加醉得快 一面想 一面走 便又飘飘然起来 不知怎么一来 忽而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 卫装人却都是他的俘裸了 他得意之余 紧不住大声地嚷道 造反了 造反了 卫装人都用了金句的眼光 对他看 这种可怜的眼光 是阿贵从来没有见过的 一见之下 又使他舒服的如六月里喝了血水 他更加高兴地走 而且喊道 好 我要什么就是什么 我欢喜谁就是谁 得得呛呛 回不该 酒醉错斩了正贤地 回不该 呀呀呀呀 得得呛呛 得呛呛 我手指钢银 我手指钢鞭 我手指钢鞭将你打 赵府上的两位男人和两个真本家 也正站在大门口论革命 阿贵没有见 昂了头直唱过去 得得 老贵 赵太爷窃窃地迎着低声的叫 唱唱 阿贵料不到他的名字会和老字连接起来 以为是一句别的话 语气无干 只是唱 得 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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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贵 悔不该 阿贵 秀才指得直呼齐鸣了 阿贵这才站住 歪着头问道 什么 老贵 现在 赵太爷却又没有话 现在 发财吗 发财 自然 要什么就是什么 阿贵哥 像我们这样穷朋友是不要紧的 赵白眼惹惹地说 似乎想探革命党的口风 穷朋友 你总比我有钱 阿贵说着自去了 大家都污然 没有话 赵太爷父子回家 晚上商量到点灯 赵白眼回家 便从腰间扯下打链来 交给他女人藏在箱底里 阿贵飘飘然地飞了一通 回到屠古池 酒已经醒透了 这晚上 管辞的老头子也意外地和气 请他喝茶 阿贵便向他要了两个饼 吃完之后 又要了一只点过的四两竹和一个树竹台 点起来 独自躺在自己的小屋里 他说不出的新鲜 而且高兴 烛火像圆叶似的闪闪地跳 他的思想也蹦跳起来了 造反 有趣 来了一阵白亏白假的革命党 都拿着板刀 钢鞭 炸弹 羊炮 三剪两刃刀 勾连枪 走个突固词 叫道 阿贵 同去 同去 于是一同去 这时伪装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来 跪下叫道 阿贵 饶命 谁听他 第一个该死的是小弟和赵太爷 还有秀才 还有假羊鬼子 留几条吗 王虎本来还可留 但也不要了 东西 只走进去打开箱子来 元宝 羊钱 羊沙山 秀才娘子的一张凝视床 先绊到突固词 此外便摆了前家的桌椅 或者也就用赵家的吧 自己是不动手的了 叫小弟来绊 要绊得快 绊得不快 打嘴巴 赵思辰的妹子 真丑 走起扫的女儿 过几年再说 假羊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 哼 不是好东西 秀才的老婆是眼包上有疤的 吴妈长久不见了 不知道在哪里 可惜脚太大 阿贵没有想得十分停荡 已经发了憨声 四两竹还只点去了小半寸 红艳艳的光照着她张开的嘴 哦 阿贵 忽而大叫起来 抬了头仓皇的四顾 带刀看见四两竹 却又倒头睡去了 第二天 她起得很迟 走出街上看时 样样都照旧 她也忍然度饿 她想着 想不起什么来 但她忽而似乎有了主意了 慢慢地跨开步 有意无意地走到静修庵 安和春天时节一样静 白的墙壁和漆黑的门 她想了一想 前去打门 一只狗在里面叫 她急急拾了几块断砖 再上去较为用力地打 打到黑门上伸出许多码点的时候 才听得有人来开门 阿贵连忙捏好砖头 摆开马步 准备和黑狗来开战 但安门只开了一条缝 并无黑狗从中冲出 望进去只有一个老泥骨 你又来什么事 一大气惊惊地说 革命了 你知道 阿贵说得很含糊 革命革命 革过一革的 你们要革的我们怎么样呢 老尼姑两眼通红地说 什么 阿贵诧异了 你不知道他们已经来革过了 谁 阿贵更气诧异了 那秀才和羊鬼子 阿贵横出意外 不由得一错愕 老尼姑见他施了锐气 便飞速地关了门 阿贵再推时 牢不可开 再打时 没有回答了 那还是上午的事 赵秀才消息零 一知道革命党已在夜间进城 便将辫子盘在顶上 一早去拜访那历来也不相能的前羊鬼子 这是贤语违心的时候了 所以他们便谈得很投机 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 也相约去革命 他们想而又想 才想出靖修安利有一块 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 是应该赶紧革掉的 于是又立刻同到安里去革命 因为老尼古来阻挡 说了三句话 他们便将衣当做满政府 在头上横给了不少的棍子和粒子 尼古带他们走后 定了神来捡点 龙牌固然已经碎在地上了 而且又不见了观音娘娘 做钱的一个宣德卢 这是阿贵后来才知道 他颇毁自己睡着 但也深怪他们不来招呼他 他又退步想到 难道他们还没有知道 我已经投降了革命党吗 第八章 不准革命 卫庄的人心日渐期安静了 据传来的消息 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 倒也没有什么大异样 只见大老爷还是元官 不过改称了什么 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 这些名目 卫庄人都说不明白 官 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 只有一件可怕的事 是另有几个不好的革命党 夹在里面捣乱 第二天便动手捡辫子 听说那邻村的航船七斤便着了道 弄得不像人样子了 但这却还不算大恐怖 因为卫庄人本来少上城 即使欧有想进城的 也就立刻变了计 碰不着这危险 阿贵本也想进城去寻他的老朋友 以得这消息也只得作罢了 但卫庄也不能说是无改革 几天之后 将辫子盘在顶上的逐渐增加起来了 早经说过 最先自然是茂财公 其次便是赵思辰和赵白衍 后来是阿贵 躺在夏天 大家将辫子盘在头顶上 或者打一个结 本不算什么稀奇事 但现在是木丘 所以这丘行下令的情形 在盘变加不能不说是万分的阴段 而在卫庄也不能说无关于改革了 赵思辰脑后空荡荡的走来 看见的人大嚷说 噢革命党来了 阿贵听到了很羡慕 他虽然早知道秀才盘变的大新闻 但总没有想到自己可以照样做 现在看见赵思辰也如此 才有了学样的意思 定下实行的决心 他用一只竹筷将辫子盘在头顶上 迟疑多时 这才放胆地走去 他在街上走 人也看他 然而不说什么话 阿贵当初很不快 后来便很不平 他竟来很容易闹脾气了 其实他的生活 倒也并不比造反之前反艰难 人见他也客气 店铺也不说要陷陷 而阿贵总觉得自己太失忆 既然革了命 不应该只是这样的 况且有一回看见小弟 欲使他气破肚皮了 小弟也将辫子盘在头顶上了 而且也居然用一只竹筷 阿贵万料不到他也敢这样做 自己也绝不准他这样做 小弟是什么东西呢 他很想即刻揪住他 毫断他的竹筷 放下他的辫子 并且劈他几个嘴巴 了且惩罚他忘了生辰八字 也敢来做革命党的罪 但他终于饶放了 但是怒目而视地吐一口唾沫道 呸 这几日里 进城去的只有一个假羊鬼子 赵秀才本也想靠着寄存箱子的渊源 亲身去拜访举人老爷的 但因为有简便的危险 所以也终止了 他写了一封黄散格的信 托假羊鬼子带上城 而且托他给自己少姐少姐 去进自由党 假羊鬼子回来时 向秀才讨还了四块羊钱 秀才便有一块银桃子挂在大金上了 卫庄人都金服 说这是石油党的顶子 顶的一个汉领 赵太爷因此也骤然大阔 远过于他儿子出郡秀才的时候 所以目空一切 见了阿贵也就很有些不放在眼里了 阿贵正在不平 又时时刻刻赶着冷落 一听得这银桃子的传说 他立即悟出自己之所以冷落的原因了 要革命 单说投降是不行的 盘上辫子也不行的 第一招仍然要和革命党去揭示 他生平所知道的革命党只有两个 城里的一个早已 擦的杀掉了 现在只剩了一个假羊鬼子 他除去赶紧去和假羊鬼子商量之外 再没有别的道路了 前府的大门正开着 阿贵便窃窃地逼进去 他一到里面很吃了惊 只见假羊鬼子正站在院子的中央 一身乌黑的大约是羊衣 身上也挂着一块银桃子 手里是阿贵曾经领教过的棍子 已经留到一尺多长的辫子 都拆开了披在肩背上 蓬头散发的像一个刘海仙 对面挺直地站着赵白眼和三个闲人 正在毕恭毕敬地听说话 阿贵轻轻地走近了 站在赵白眼的背后 心里想招呼 却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叫他假羊鬼子 固然是不行的了 羊人也不妥 革命党也不妥 或者就应该叫羊先生了吧 羊先生却没有见他 因为白着眼睛讲得正起劲 我是姓吉的 所以我们见面 我总是说 红哥我们动手吧 他却总说道 No 这是羊话你们不懂的 否则早已成功了 然而这正是他做事小心的地方 他再三再四地请我上湖北 我还没有肯 谁愿意在这小县城里做事情 哦 这个 阿贵后他略停 终于用十二分的勇气开口了 但不知道因为什么 又并不叫他羊先生 听着说话的四个人都吃惊地回顾他 羊先生也才看见 什么 我 出去 我要头 滚出去 杨先生 杨先生 扬起哭丧棒来了 赵白眼和闲人们便都吆喝道 先生叫你滚出去 你还不听吗 阿贵将手向头上一遮 不自觉地逃出门外 杨先生倒也没有追 他快跑了六十多步 这才慢慢地走 于是心里便涌起了忧愁 杨先生不准他革命 他再没有别的路 从此绝不能忘有白亏白假的人来叫他 他所有的报复 志向 希望 全程 全被一笔勾销了 至于闲人们传扬开去 给小弟王胡等被笑话 倒是还在其次的是 他似乎从来没有经验过这样的无聊 他对于自己的盘辫子 仿佛也觉得无意味 要捂灭 为报酬起见 很想立刻放下辫子来 但也没有尽放 他游到夜间 奢了两碗酒 喝下度去 渐渐地高兴起来了 思想里才又出现白亏白假的碎片 有一天 他照例地混到夜深 带酒店要关门 才夺回徒古词去 嗨 巴 他忽而听的一种异样的声音 又不是爆竹 阿贵本来是爱看热闹 爱管闲事的 便在暗中直寻过去 似乎前面有些脚步声 他正听 猛然间一个人从对面逃来了 阿贵一看见便赶紧翻身跟着逃 那人转弯 阿贵也转弯 那人站住了 阿贵也站住 他看后面并无什么 看那人便是小弟 什么 阿贵不平起来了 赵 赵家遭抢了 小弟气喘吁吁地说 阿贵的心 碰碰地跳了 小弟说了便走 阿贵却逃而又停了两三回 但他究竟是做过这路生意 格外胆大 于是避出路脚 仔细地听 似乎有些嚷嚷 又仔细地看 似乎许多白亏白假的人 络逸地将箱子抬出了 器具抬出了 秀才娘子的凝视床也抬出了 但是不分明 他还想上前 两只脚却没有动 这一夜没有月 卫庄在黑暗里很寂静 寂静到像西黄时候一般太平 阿贵站着看到自己发烦 也似乎还是先前一样 在那里来来往往地搬 箱子抬出了 器具抬出了 秀才娘子的凝视床也抬出了 抬得他自己有些不信他的眼睛了 但他绝迹不再上前 却回到自己的祠里去了 徒古祠里更漆黑 他关好大门摸进自己的屋子里 他躺了好一会 这才定了神 而且发出关于自己的思想来 白亏白假的人明明到了 并不来打招呼 搬了许多好东西 又没有自己的份 这全是假洋鬼子可恶 不准我造反 否则这次何至于没有我的份呢 阿贵越想越气 终于静不住满心痛恨起来 毒毒的点一点头 不准我造反 只准你造反 妈妈的假洋鬼子 好你造反 造反是杀头的罪名啊 我总要告一状 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 满门抄斩 擦擦 第九章 大团圆 赵家遭抢之后 魏装人大敌很快意 而且恐慌 阿贵也很快意 而且恐慌 但四天之后 阿贵在半夜里 忽被抓进县城里去了 那时恰是暗夜 一队兵 一队团钉 一队警察 五个侦探 悄悄地到了魏装 趁昏暗围住土骨瓷 正对门架好机关枪 然而阿贵不冲出 许多时没有动静 把总交集起来了 悬了二十千的赏 才有两个团钉冒了险 一员进去 里应外合 一拥而入 将阿贵抓出来 只待擒除此外面的机关枪 左近 他才有些清醒了 到进城 已经是正午 阿贵见自己被掺进一所破衙门 转了五六个弯 便推在一间小屋里 他刚刚一呛亮 那用整柱的木料做成的闸篮门 便跟着他的脚跟合上了 其余的三面都是墙壁 仔细看时屋脚上还有两个人 阿贵虽然有些忐忑 却并不很苦闷 因为他那徒骨瓷里的卧室 也并没有比这间屋子更高明 那两个也仿佛是乡下人 渐渐和他兜搭起来了 一个说是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 一个不知道为了什么事 他们问阿贵 阿贵爽力地答道 因为我想造反 他下半天便又被抓出闸篮门去了 到的大堂 上面坐着一个满头剃的金光的老头子 阿贵疑心他是和尚 但看见下面站着一排兵 两旁又站着十几个长山人物 也有满头剃的金光向着老头子的 也有将一尺来长的头发披在背后 像那假羊鬼子的 都是一脸狠肉 怒目而视地看他 他便知道这人一定有些来历 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地宽松 便跪了下去了 站着说不要跪 长山人物都吆喝说 阿贵虽然似乎懂得 但总觉得站不住 身不由己地蹲了下去 而且终于趁势改为跪下了 奴隶性 长山人物又比疑似地说 但也没有叫他起来 你从时招来吧 免得吃苦 我早都知道了 招了可以放你 那光头的老头子看定了阿贵的脸 沉静得清楚地说 招吧 长山人物也大声说 我本来要来头 阿贵糊里糊涂地想了一通 这才断断续续地说 那么为什么不来的呢 老头子和气地问 假羊鬼子不准我 胡说 此刻说也迟了 现在你的同党在哪里 什么 那一晚打劫赵家的一伙人 他们没有来叫我 他们自己搬走了 阿贵提起来便愤愤 走到哪里去了呢 说出来便放你了 老头子更和气了 我不知道 他们没有来叫我 然而老头子使了一个眼色 阿贵便又被抓进闸篮门里了 他第二次抓住闸篮门 是第二天的上午 大堂的情形都照旧 上面仍然坐着光头的老头子 阿贵也仍然下了跪 老头子和气地问道 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阿贵一想没有话便回答说 没有 于是一个长山人物拿了一张纸 并一支笔送到阿贵的面前 要将笔塞在他手里 阿贵这时很吃惊 几乎魂飞魄散了 因为他的手和笔相关 这回是初次 他正不知怎样拿 那人却又指着一处地方 叫他画花鸭 我 我 我不认得字 阿贵一把抓住了笔 惶恐而且惭愧地说 那么便宜你画一个圆圈 阿贵要画圆圈了 那手捏着笔却只是抖 于是那人替他将纸铺在地上 阿贵扶下去 使尽了平身的力气画圆圈 他生怕被人笑话 立志要画得圆 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 并且不听话 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 却又向外一耸 画成瓜子模样了 阿贵正羞愧自己画得不圆 那人却不计较 早已撤了纸笔去 许多人又将他第二次抓进闸篮门 他第二次进了闸篮 倒也并不十分懊恼 他以为人生天地之间 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 有时要在纸上画圆圈的 唯有圈而不圆 却是他形状上的一个污点 但不多时也就释然了 他想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 于是他睡着了 然而这一夜 举人老爷反而不能睡 他和把总呕了气了 举人老爷主张第一要追赃 把总主张第一要示众 把总近来很不将举人老爷放在眼里了 拍案打瞪地说道 晨一静白 你看我做革命党还不上二十天 抢案就是十几件 全部破案我的面子在哪里 破了案你又来迂 不成这是我管的 举人老爷窘急了 然而还支持 说是倘若不追赃 他便立刻辞了帮办明镇的职务 而把总却道 请便吧 于是举人老爷在这一夜竟没有睡 但幸第二天倒也没有辞 阿贵第三次抓住闸篮门的时候 便是举人老爷睡不着的那一夜的明天的上午了 他到了大堂 上面还坐着照例的光头老头子 阿贵也照例的下了跪 老头子很和气的问道 你还有什么话吗 阿贵一想 没有话便回答说 没有 许多长衫和短衫人物 忽然给他穿上一件羊布的白背心 上面有些黑字 阿贵很气苦 因为这很像是带笑 而带笑是晦气的 然而同时他的两手反复了 同时又被一直抓住闸门外去了 阿贵被抬上了一辆没有棚的车 几个短衫人物也和他同坐在一处 这车立刻走动了 前面是一班背着羊炮的兵们和团钉 两旁是许多张着嘴的看客 后面怎样 阿贵没有见 但他突然觉到了 这岂不是去杀头吗 他一急 两眼发黑 耳朵里慌的一声 似乎发昏了 然而他又没有权发昏 有时虽然着急 有时却也太然 他意思之间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 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 他还认得路 于是有些诧异了 怎么不向着法场走呢 他不知道这是在游街 在示众 但即使知道也一样 他不过便以为人生天地间 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游街 要示众罢了 他醒悟了 这是绕到法场去的路 这一定是擦去杀头 他往往的向左右看 全跟着蚂蚁似的人 而在无意中 却在路旁的人丛中 发现了一个无骂 很久为 已原来在城里做工了 阿贵忽然很羞愧自己没志气 竟没有唱几句戏 他的思想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 小孤双上坟欠堂皇 龙虎斗里的毁不该也太乏 还是手指钢鞭将你打吧 他同时想手一扬 才记得这两手原来都捆着 于是手指钢鞭也不唱了 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 阿贵在百忙中无师自通地说出半句 从来不说的话 好 从人丛里便发出豺狼的熬叫一般的声音来 车子不住地前行 阿贵在喝彩身中轮转眼睛去看吴妈 似乎一向并没有见他 却只是出神地看着兵们背上的羊炮 阿贵于是在看那些喝彩的人们 这刹那中 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了 四年之前 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恶狼 永是不近不远地跟定他要吃他的肉 他那时吓得几乎要死 幸而手里有一柄灼柴刀 才得仗着壮了胆支持到卫妆 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切 闪闪的像两颗鬼火 似乎远远地来穿透了他的皮肉 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 又钝又锋利 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 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 永是不近不远地跟他走 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 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 救命 然而阿贵没有说 他早就两眼发黑 耳朵里嗡的一声 觉得全身仿佛微尘似的蹦散了 至于当时的影响 最大的倒反在举人老爷 因为终于没有追赃 他全家都嚎逃了 其次是赵府 菲特秀才因为上城去报官 被不好的革命党捡了辫子 而且又破费了二十千的赏钱 所以全家也嚎逃了 从这一天以来 他们便渐渐地都发生了已老的气味 至于舆论 在卫装是无意义 自然都说阿贵坏 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 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 而城里的舆论却不佳 他们多半不满足 以为枪毙并无沙头这般好看 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啊 游了那么久的街 竟没有唱一句戏 他们白跟泥堂了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 阿贵正传结束 此次录音由李经提供 鲁迅小说集 《呐喊》端午节 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方玄戳近来爱说差不多这一句话 几乎成了口头馋似的 而且不但说 的确也盘踞在他脑里了 他最初说的事都一样 后来大约觉得欠稳当了 便改为差不多 一直使用到现在 他自从发现了这一句 平凡的警句以后 虽然引起了不少的新感慨 同时却也到许多心未安 譬如看见老辈威压青年 在先是要奋奋的 但现在却就转念到 将来这少年有了儿孙时 大敌也要摆着架子的吧 便再没有什么不平了 又如看见兵士打车夫 在先也要奋奋的 但现在也就转念到 唐使这车夫当了兵 这兵拉了车 大敌也就这么打 便再也不放在心上了 他这样想着的时候 有时也疑心是因为自己 没有和恶社会奋斗的勇气 所以满心媚己的 故意造出来的一条逃路 很近于无是非之心 远不如改正了好 然而这意见 总反而在他脑里生长起来 他将这差不多说 最初公表的时候 是在北京首善学校的讲堂上 其实大概是提起 关于历史上的事情来 于是说到 古今人不相远 说到各色人等的性相近 终于牵扯到学生和官僚身上 大发起议论到 现在社会上时髦的都通行骂官僚 而学生骂的有厉害 然而官僚并不是天生的特别种族 就是平民辩旧的 现在学生出身的官僚就不少 和老官僚有什么两样呢 异地则皆然 思想言论举动风采都没有什么大区别 便是学生团体新办的许多事业 不是也已经难免出弊病 大半烟消火灭了吗 差不多的 但中国将来之可律就在此 三座在讲堂里的二十多个听讲者 有的怅然了 或者是以为这话对 有的勃然了 大约是以为侮辱了神圣的青年 有几个却对他微笑了 大约以为这是他替自己的辩解 因为方玄戳就是兼做官僚的 而其实却是都错误 这不过是他的一种心不平 虽说不平 又只是他的一种安分的空论 他自己虽然不知道是因为懒 还是因为无用 总之觉得是一个不肯运动 十分安分守己的人 总长冤他有神经病 只要地位还不至于动摇 他绝不开一开口 教员的薪水欠到大半年了 只要别有官方支持 他也绝不开一开口 不但不开口 当教员联合索兴的时候 他还暗地里以为欠斟酌 太嚷嚷 直到听得同僚过分地奚落他们了 这才略有些小感慨 后来一转念 这或者因为自己正缺钱 而别的官并不兼做教员的缘故吧 于是就释然了 他虽然也缺钱 但从没有加入教员的团体内 大家决一罢课 可是不去上课了 政府说上了课才给钱 他才略恨他们的类乎用果子耍猴子 一个大教育家说道 教员一手夹书包 一手要钱不高尚 他才对于他的太太正式地发牢骚了 喂 怎么只有两盘 听了不高尚说 这一日的晚餐时候 他看着菜书说 他们是没有受过新教育的 太太并无学名或雅号 所以也就没有什么称呼了 赵老力虽然也可以叫太太 但他又不愿意太守旧 于是就发明了一个位子 太太对他却连位子也没有 只要脸向着他说话 依据习惯法 他就知道这话是对他而发的 可是上月领来的一成半都完了 昨天的米也还是好容易才奢来的呢 依依站在桌旁脸对着他说 你看还说教书的药薪水是卑鄙嘞 这种东西似乎连人要吃饭 饭要米做 米要钱买 这一点粗浅事情都不知道 对了 没有钱怎么买米 没有米怎么煮 他两颊都鼓起来了 仿佛气恼这答案正和他的议论差不多 近乎随身附和模样 接着便将头转向别一面去了 依据习惯法 这是宣告讨论终止的表示 待到戚风冷雨这一天 教员们因为向政府去索欠薪 在新华门前赖泥里被国军打得头破血出之后 倒居然也发了一点薪水 方玄戳不费举手之劳的领了钱 酌还些旧债却还缺一大笔款 这是因为官奉也颇有些拖欠了 当事实便是连立清官们也见以为心之不可不锁 而况兼做教员的方玄戳 自然更表同情于学界起来 所以大家主张继续罢课的时候 他虽然忍未到场 事后却尤其心悦臣服的 确守了公共的决议 然而政府尽幼付钱 学校也就开课了 但在前几天 却有学生总会上一个成文给政府 说教员倘若不上课便要付欠薪 这虽然并无效 而方玄戳却忽而记起前回政府所说的 上了课才给钱的话来 差不多这个影子在他眼前又一晃 而且并不消灭 于是他便在讲堂上公表了 准此可见如果将差不多说断链罗指起来 自然也可以判作一种假歹私心的不平 但总不能说是专为自己做官的辩解 只是每到这些时 他又常常喜欢拉上中国将来的命运之类的问题 一不小心便连自己也以为是一个忧国的志士 人们是美苦于没有自知之明的 但是差不多的事实又发生了 政府当初虽只不理那些招人头痛的教员 后来竟不理到无关痛痒的官吏 欠而又欠 终于逼得先前笔伯教员要钱的好官 也很有几人化为索性大会里的消降了 唯有几种日报上 却很发了些笔伯讥笑他们的文字 方玄戳也毫不为奇 毫不介意 因为他根据了他的差不多说 知道这是新闻记者还未缺少润笔的缘故 万一政府或是扩人停了津贴 他们多半也要开大会的 他既以表同情与教员的索性 自然也赞成同僚的索性 然而他忍安坐在衙门中 照例的并不一同去讨债 至于有人疑心他孤高 那可也不过是一种误解罢了 他自己说 他是自从出世以来 只有人向他来要债 他从没有向人去讨过债 所以这一段是非其所长 而且他是不敢见手握经济之权的人物 这种人带到失了权势之后 捧着一本大乘起信论讲佛学的时候 固然也很是矮然可亲的了 但还在宝座上时 却总是一副阎王脸 将别人都当奴才看 自以为手操着你们这些 穷小子们的身杀之权 他因此不敢见也不愿见他们 这种脾气 虽然有时连自己也觉得是孤高 但往往同时也疑心 这其实是没本领 大家左索右索 总自一节一节的挨过去了 但比起先前来 方玄戳究竟是万分的结局 所以使用的小丝和交易的店家不消说 便是方太太对于他也渐渐的缺了敬意 只要堪一近来不很负荷 而且常常提出独创的意见 有些唐突的举动 也就可以了然了 到了英历五月初四的午前 他一回来 一便将一叠账单塞在他的鼻子跟前 这也是往常所没有的 一总总得一百八十块钱才够开销 发了吗 一并不对着他看的说 嗯 我明天不做官了 钱的支票是领来的了 可是索性大会的代表不发放 先说是没有同趣的人都不发 后来又说是要到他们跟前去清领 他们今天单捏着支票 就变了阎王脸了 我实在怕看见 我钱也不要了 官也不做了 这样无限量的悲剧 方太太见了这少有的义愤 倒有些愕然了 但也就沉静下来 我想还不如去清领吧 这算什么呢 一看着他的脸说 我不去 这是官方 不是赏钱 赵黎应该由会计科送来的 可是不送来又怎么好呢 哦 昨夜忘记说了 孩子们说那学费 学校里已经催过好几次了 说是倘若再不交 胡说 做老子的办事教书都不给钱 儿子去念几句书倒要钱 一觉得他已经不很顾忌道理 似乎就要将自己当做校长来出气 犯不上便不再言语了 两个默默地吃了午饭 他想了一会 又懊恼地出去了 照旧例 近年是每逢结根或年关的前一天 他一定需在夜里的十二点钟才回家 一面走 一面掏着怀中 一面大声地叫道 喂 领来了 于是递给依依一叠促性的中交票 脸上很有些得意的形色 谁知道初四这一天却破了力 她不到七点钟便回家来 方太太很惊疑 以为他竟已辞了职了 但暗暗地查看他脸上 却又并不见有什么格外导运的神情 怎么了 这样早 一看定了他说 发不及了 领不出了 银行已经关了门 得等出吧 清领 一坠坠地问 清领这一层也已经取消了 听说仍旧由会计科分送 可是银行今天已经关了门 休息三天 得等到初八的上午 她坐下 眼睛看着地面了 喝过一口茶 才又慢慢地开口说 醒而衙门里也没有什么问题了 大约到初八就准有钱 向不相干的亲戚朋友去借钱 实在是一件烦难事 我午后硬着头皮去寻金永生 谈了一回 她先恭维我不去索心 不肯清领 非常之清高 一个人正应该这样做 待到知道我想要向她通融五十元 就像我在她嘴里塞了一大把盐子的 凡有脸上可以打皱的地破 都打起皱来 说房租怎样的收不起 买卖怎样的赔本 在同事面前亲身领款 也不算什么的 即刻将我知识出来了 这样紧急的结根 谁还肯借出钱去呢 方太太却只淡淡地说 并没有什么凯然 方玄戳低下头来了 觉得这也无怪其然的 况且自己和金永生本来很疏远 她接着就记起去年年关的事来 那时有一个同乡来借十块钱 她其实明明已经收到了 衙门的领款平单的了 因为死怕这人将来未必会还钱 便装了付为难的神色 说道 衙门里既然领不到奉钱 学校里又不发薪水 实在爱莫能助 将她空手送走了 她虽然自己并不看见装了怎样的脸 但此时却觉得很局促 嘴唇微微一动 又摇一摇头 然而不多久 她忽而恍然大悟似地发命令了 叫小司即刻上街去摄一瓶莲花白 她知道店家稀图明天多还账 大抵是不敢不摄的 假如不摄 则明天分文不还 正是他们应得的惩罚 莲花白竟摄来了 她喝了两杯 青白色的脸上泛了红 吃完饭 又颇有些高兴了 她点上一支大号哈的门香烟 从桌上抓起一本《尝试》起来 躺在床上就要看 那么明天怎么对付店家呢 方太太追上去 站在床面前看着她的脸说 店家 叫他们出八的下半天来 我可不能这么说 他们不相信 不答应的 有什么不相信 他们可以问去 全衙门里什么人也没有领到 都得出八 她骑着第二个指头 在帐子里的空中画了一个半圆 方太太跟着指头也看了一个半圆 只见这手便去翻开了常试集 方太太见她强横出出乎行礼之外了 也暂时开不得口 我想 这模样是闹不下去的 将来总得想点法 做点什么别的事 依依终于寻到了别的路 说 什么法呢 我文不像滕鲁生 武不像救火兵 别的做什么 你不是给上海的书铺子做过文章吗 上海的书铺子 买稿要一个一个的算字 空格不算数 你看我坐在那里的白话诗去空白有多少 怕只值三百大千一本吧 收版权税又半年六月没消息 原水救不得进货 谁耐烦 那么 给这里的报馆礼 给报馆礼 便在这里很大的报馆礼 我靠着一个学生在那里做编辑的大情面 一签字也就是这几个钱 即使一早做到夜能够养活你们吗 况且我肚子里也没有这许多文章 那么过了节怎么办呢 过了节嘛 人就做官 明天店家来要钱 你只要说初八的下午 她又要看长市集了 方太太怕失了机会 连忙吞吞吐吐的说 我想过了节 到了初八 我们 倒不如去买一张彩票 胡说 会说这样无教育的 这时候 她忽而又记起被静永生指使出来以后的事了 那时她往往的走过道乡村 看店门口竖着许多陡大的字的广告道 头彩几万元 仿佛记得心里也一动 或者也许放慢了脚步的吧 但似乎因为舍不得皮夹里仅存的六脚钱 所以竟也毅然决然的走远了 她脸色一变 方太太料想她是在脑着衣的无教育 便赶紧退开 没有说完话 方玄戳也没有说完话 将腰一身一一乌乌的就念常识集 1922年6月 端午节结束 此次录音由李京提供 鲁迅小说集 《呐喊》 白光 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陈士成看过现考的榜 回到家里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了 她去的本很早 一键榜便陷在这上面寻陈子 陈子也不少 似乎也都针先恐后地跳进她眼睛里来 然而接着的却全不是士成这两个字 她于是重新再在十二张榜的原图里细细地搜寻 看得人全已散尽了 而陈士成在榜上终于没有见 单站在寺院的照臂的面前 梁峰虽然佛佛地吹动她斑白的短发 出动的太阳却还是很温和地来晒她 但她似乎被太阳晒得头晕了 脸色越加变成灰白 从老法的红肿的两眼里发出古怪的闪光 这时她其实早已不看到什么墙上的榜纹了 只见有许多乌黑的圆圈 在眼前泛泛地游走 尽了秀才 上审去乡市 一进连结上去 绅士们既然千方百计地来攀清 人们又都像看见神明似的敬畏 身会先前的轻薄 发昏 赶走了租住在自己破宅门里的杂性 那是不劳说敢 自己就搬的 乌语全新了 门口是奇感和匾额 要清高可以做金官 否则不如谋外放 她平日安排停荡的前程 这时候又像受潮的唐塔一般 煞石倒塌 只剩下一堆碎片了 她不自觉地旋转了 觉得涣散了身躯 往往地走向归家的路 她刚到自己的房门口 七个学童便一起放开喉咙 滋地念起书来 她大吃一惊 耳朵边似乎敲了一声沁 只见七个头拖了小辫子在眼前晃 晃得满房 黑圈子也夹着跳舞 她坐下了 她们送上晚课来 脸上都显出小去她的神色 回去吧 她迟疑了片时 这才悲惨地说 她们胡乱地包了书包 夹着一溜烟跑走了 陈世成还看见许多小头夹着黑圆圈在眼前跳舞 有时杂乱 有时也摆成异样的阵图 然而渐渐地减少了 模糊了 这回又完了 她大吃一惊 直跳起来 分明就在耳边的话 回过头去 却并没有什么人 仿佛又听得嗡地敲了一声沁 自己的嘴也说道 这回又完了 她忽而举起一只手来 屈指计数着想 十一 十三回 连今年是十六回 竟没有一个考官懂得文章 有眼无珠 也是可怜的事 便不由嬉戏地失了笑 然而她愤然了 目的从书包布底下 抽出藤真的制衣和试帖来 拿着往外走 刚进房门 却看见满眼都明亮 连一群鸡也正在笑她 便禁不住心头突突的狂跳 只好缩回里面了 她又旧了座 眼光格外的闪烁 她目睹着许多东西 然而很模糊 一是倒塌了的堂塔一般的前程 躺在她面前 这前程又只是广大起来 阻住了她的一切路 别家的炊烟早消歇了 碗筷也洗过了 而陈世成还不去做饭 遇在这里的杂性是知道老力的 凡遇到现烤的年头 看见发榜后的这样的眼光 不如及早关了门 不要多管事 最先就绝了人生 接着是陆续的熄了灯火 独有月亮却缓缓地出现在寒夜的空中 空中轻蔽到如一片海 略有些浮云 仿佛有谁将粉笔洗在鼻息里似的摇曳 月亮对着陈世成注下寒冷的光波来 当初也不过像是一面心魔的铁镜罢了 而这镜却诡秘地照透了陈世成的全身 就在她身上映出铁的月亮的影 她还在房外的院子里徘徊 眼里颇清净了 似近也寂静 但这寂静忽又无端地纷扰起来 她耳边又怯作听到急促的低声说 左弯右弯 她怂然了 轻耳听时 那声音却又提高地复述道 又弯 她记得了 这院子是她家还未如此凋零的时候 一到夏天的夜间 夜夜和她的祖母在此纳凉的院子 那时她不过十岁有龄的孩子 躺在竹榻上 祖母便坐在榻旁边 讲给她有趣的故事听 一说是曾经听的一的祖母说 陈氏的祖宗是巨父的 这屋子便是祖基 祖宗埋着无数的银子 有福气的子孙一定会得到的吧 然而至今还没有现 至于处所 那是藏在一个谜语的中间 左弯右弯前走后走 梁精梁盈不论斗 对于这谜语 陈氏陈便在平时 本也常常暗地里加以揣测的 可惜大帝刚以为可以通 却又立刻觉得不合了 有一回她却有把握 知道这是在租给唐家的房底下的了 然而总没有前去发掘的勇气 过了几时可又觉得太不相像了 至于她自己房子里的几个绝过的旧痕迹 那却全是先前几回下地以后的发了真钟的举动 后来自己一看到 也还感到惭愧而且羞人 但今天铁的光照住了陈氏陈 又软软的来劝她了 她或者偶一迟疑 便给她震惊的证明 又加上阴森的催逼 使她不得不又向自己的房里转过眼光去 白光如一柄白团扇 摇摇摆摆的闪起在她房里了 也终于在这里 她说着 狮子似的赶快走进了房里去 但跨境里面的时候便不见了白光的影踪 只有满苍苍的一间旧房 和几个破书桌都没在昏暗里 她爽然的站着 慢慢的在定睛 然而白光却分明的又起来了 这回更广大 比硫磺火更白净 比昭雾更非微 而且便在靠东墙的一张书桌下 陈世辰狮子似的奔到门后边 伸手去摸锄头 撞着一条黑影 她不知怎的有些怕了 张黄的点了灯 看锄头无非倚着 她移开桌子 用锄头一气掘起四块大方砖 蹲身一看 照例是黄沉沉的细纱 掀了袖爬开细纱 便露出下面的黑土来 她极小心的 幽静的 一触一触往下绝 然而深夜究竟太寂静了 尖铁触土的声音 总是顿重的不肯瞒人的发响 土坑伸到二尺多了 并不见有瘟口 陈世辰震心胶 一声脆响 破震的手腕痛 除间碰到什么坚硬的东西了 她急忙抛下锄头 摸索着看时 一块大方砖在下面 她的心抖得很厉害 聚精会神地挖起那方砖来 下面也满是先前一样的黑土 爬松了许多土 下面似乎还无穷 但忽而又触着坚硬的小东西了 圆的 大约是一个绣铜钳 此外也还有几片破碎的瓷片 陈世辰心里仿佛觉得空虚了 浑身流汗 急躁的 只爬骚 这期间 心在空中一抖动 又触着一种古怪的小东西了 这似乎约略有些马掌型的 但触手很松脆 她又聚精会神地挖起那东西来 谨慎地作着 就灯光下仔细看时 那东西斑斑勃勃的 像是烂骨头 上面还带着一排凌落不全的牙齿 她已经悟到这许是下巴骨了 而那下巴骨也变在她手里缩缩地动弹起来 而且笑盈盈地显出笑影 终于听得她开口道 这回又完了 她力然地发了大冷 同时也放了手 下巴骨轻飘飘地回到坑底里 不多久 胎也就逃到院子里了 她偷看房里面 灯火如此辉煌 下巴骨如此嘲笑 一呼寻常地怕人 便再不敢向那边看 她躲在远处的 岩下的阴影里 觉得较为安全了 但在这平安中 霍尔耳朵边又听得 怯怯地低声说 这里没有 到山里去 陈士诚似乎记得白天在街上 也曾听得有人说这种话 她不但再听完 已经恍然大悟了 她突然仰面向天 月亮已向西高峰这方面引去 远向离城三十五里的西高峰 正在眼前 朝户一般黑须须地挺立着 周围便放出浩大闪烁的白光来 而且这白光又远远地就在前面了 是的 到山里去 她决定地想 惨然地奔出去了 几回地开门之后 门里面便再不闻一些声息 灯火结了大灯花 照着空污和坑洞 嗶嗶啵啵地炸了几声之后 便渐渐地缩小 以至于无油 那是残油已经烧尽了 开城门来 喊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声 油丝丝地在西关门前的黎明中 战战兢兢地叫喊 第二天的日中 有人在离西门十五里的万流湖里 看见一个浮尸 当即传扬开去 终于传到地宝的耳朵里了 便叫乡下人捞奖上来 那是一个男师 五十多岁 身中面白无须 浑身也没有什么衣裤 或者说这就是陈世成 但邻居懒得去看 也并无师亲认领 于是经县委员香宴之后 便由地宝埋了 至于死因 那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剥取死侍的衣服 本来是常有的事 够不上一心到谋害去 而且武作也证明 是生前的落水 因为他确凿曾在水底里证明 所以十个支架里 都满嵌着河底泥 1922年6月 白光结束 此次录音由李京提供 鲁迅小说集 《呐喊!兔和猫》 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住在我们后进院子里的三太太 在夏间买了一对白兔 是给医的孩子们看的 这一对白兔 似乎离娘并不久 虽然是异类 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天真烂漫来 但也竖直了小小的通红的长耳朵 动着鼻子 眼睛里颇现些惊疑的神色 大约究竟觉得人地生疏 没有在老家时候的安心了 这种东西 躺到庙会日期自己出去买 每个至多不过两吊钱 而三太太却花了一元 因为是叫小屎上店买来的 孩子们自然大得已了 嚷着围住了看 大人也都围着看 还有一匹小狗名叫S的也跑来 闯过去一袖 打了一个喷嚏 退了几步 三太太吆吓道 S 听着 不准你咬它 于是在她头上打了一拳 S便退开了 从此并不咬 这一对兔 总是关在后窗里面的小院子里的时候多 听说是因为太喜欢撕壁纸 也常常啃木气角 这小院子里有一株野桑树 桑子落地 它们最爱吃 便连喂它们的菠菜也不吃了 乌鸦喜鹊想要下来时 它们便拱着身子用后脚在地上使劲的一弹 哗的一声直跳上来 像飞起了一团雪 鸭雀吓得赶紧走 这样的几回再也不敢进来了 三太太说鸭雀倒不搭紧 至多也不过抢吃一点食料 可恶的是一匹大黑猫 常在矮墙上恶狠狠地看 这却要防的 幸而S和猫是对头 或者还不至于有什么吧 孩子们时时捉它们来玩耍 它们很和气 竖起耳朵 动着鼻子 寻凉地站在小手的圈子里 但一有空就也就溜开去了 它们夜里的卧榻是一个小木箱 里面铺些稻草 就在后窗的房檐下 这样的几个月之后 它们忽而自己掘土了 掘得非常快 前脚一抓 后脚一踢 不到半天 已经绝成一个生洞 大家都奇怪 后来仔细看时 原来一个的肚子 比别一个的大得多了 它们第二天便将干草和树叶 闲进洞里去 忙了打半天 大家都高兴 说又有小兔可看了 三太太便对孩子们下了戒严令 从此不许再去捉 我的母亲也很喜欢 他们家族的繁荣 还说带生下来的梨了乳 也要去讨凉皮来养在自己的窗外面 它们从此便住在自造的洞府里 有时也出来吃些食 后来不见了 可不知道它们是预先孕粮 存在里面呢 还是禁不吃 过了十多天 三太太对我说 那凉皮又出来了 大约小兔是生下来又都死掉了 因为吃的一匹的奶非常多 却并不见有进去蒲养孩子的心急 一言语之间泼气愤 然而也没有乏 有一天 太阳很温暖 也没有风 树叶都不动 我呼听得许多人在那里笑 寻声看时 却见许多人都靠着三太太的后窗看 原来有一个小兔 在院子里跳跃了 这比他的父母买来的时候还小得远 但也已经能用后脚一摊地蹦跳起来了 孩子们睁着告诉我说 还看见一个小兔到洞口来探一探头 但是即刻便缩回去了 那该是他的弟弟吧 那小的也捡些草叶吃 然而大的似乎不许他 往往假口的抢去了 而自己并不吃 孩子们笑的想 那小的终于吃惊了 便跳着钻进洞里去 大的也跟到洞门口 用前脚推着他的孩子的脊梁 推进之后又爬开泥土来封了洞 从此小院子里更热闹 窗口也时时有人窥探了 然而静又全部见了那小的和大的 这时甚连日的阴天 三太太又律到遭了那大黑猫的毒手的事去 我说不然 那是天气冷 当然都躲着 太阳一出一定出来的 太阳出来了 他们却都不见 于是大家就忘却了 唯有三太太是常在那里喂他们剥菜的 所以常想到 一有一日走进窗后的小院子去 忽然在墙角上发现了一个别的洞 在看旧洞口 却依稀的还间有许多爪痕 这爪痕倘说是大兔的 爪该不会有这样大 伊又疑心到那藏在墙上的大黑猫去了 伊于是也就不能不定下发掘的决心了 伊终于出来取了厨子 一路绝下去 虽然疑心 却也希望着意外的见了小白兔的 但是带到底 却只见一堆烂草夹些兔毛 怕还是凌入时候所扑的吧 此外是冷清清的 全没有什么雪白的小兔的踪迹 以及他那只一探头喂出洞外的弟弟了 气氛和失望和凄凉 使伊不能不再绝那墙角上的心动了 一动手 那大的凉皮便先窜出洞外面 以为他们搬了家了很高兴 然而仍然绝 待见底那里面也铺着草叶和兔毛 而上面却睡着七个很小的兔 便身肉红色 稀看时眼睛全都没有开 一切都明白了 三太太先前的预料果不错 伊为预防危险起见便将七个小的都装在木箱中 搬进自己的房里 又将大的也纳进乡里去勒令伊去哺乳 三太太从此不但生恨黑猫 而且颇不以大兔为然了 据说当初那两个被害之先 死掉的该还有 因为他们生一回绝不至于只两个 但为了哺乳不云 不能真实的就先死了 这大概也不错的 现在七个之中就有两个很瘦弱 所以三太太一有闲控便捉住母兔 将小兔一个一个轮流地摆在肚子上来喝奶 不准有多少 母亲对我说 那样麻烦的养兔发 一历来连听也未曾听到过 恐怕是可以收入无双谱的 白兔的家族更繁荣 大家也又都高兴了 但从此之后 我总觉得凄凉 夜半在灯下坐着想 那两条小性命 竟是人不知鬼不觉的 早在不知什么时候丧失了 生物史上不着一些痕迹 并S也不叫一声 我于是记起旧事来 先前我住在会馆里 清早起身 只见大槐树下一片散乱的鸽子毛 这明明是高于英文的了 上午长班来一打扫便什么都不见 谁知道曾有一个生命断送在这里呢 我又曾路过西四排楼 看见一匹小狗被马车炸得快死 带回来时什么也不见了 搬掉了吧 过往行人冲冲地走着 谁知道曾有一个生命断送在这里呢 下夜窗外面常听到苍蝇的悠长的滋滋的叫声 这一定是给鹰狐咬住了 然而我向来无所荣幸于其间 而别人并且不听到 假使造物也可以责备 那么我以为它实在将生命造得太烂了 毁得太烂了 嗷的一声 又是两条猫在窗外打起架来 迅儿你又在那里打猫了 不他们自己咬 他哪里会给我打呢 我的母亲是素来很不以我的虐待猫为然的 现在大约疑心我要替小兔抱不平 下什么落手 便起来探问了 而我在全家的口碑上 却的确算一个猫敌 我曾经害过猫 平时也常打猫 尤其是在他们配合的时候 但我之所以打的原因 并非因为他们配合 是因为他们嚷 嚷到是我睡不着 我以为配合是不必这样大嚷而特嚷的 况且黑猫害了小兔 我更是师出有名的了 我觉得母亲实在太修缮 于是不由的就说出摩棱的 近乎不以为然的答话来 造物太胡闹 我不能不反抗他了 虽然也许是倒是帮他的忙 那黑猫是不能久在爱墙上高视阔步的了 我决定的想 于是又不由的一撇 那藏在书箱里的一瓶青酸甲 1922年10月 兔和猫结束 此次录音由李金提供 鲁迅小说集《呐喊》 鸭的戏剧 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俄国的盲诗人艾罗仙科君 带了他那六贤秦到北京之后不久 便向我诉苦说 寂寞呀寂寞呀 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 这应该是真实的 但在我却未曾感得 我住得久了 入知澜之世久而不闻其香 只以为很是嚷嚷罢罢了 然而我之所谓嚷嚷 或者也就是他之所谓寂寞吧 我可是觉得在北京仿佛没有春和秋 老于北京的人说 地气北转了 这里在先是没有这么和暖 只是我总以为没有春和秋 冬末和夏初衔接起来 夏才去 冬又开始了 一日就是这冬末夏初的时候 而且是夜间 我偶尔得了闲暇去访问艾罗仙科军 他一向遇在众秘军的家里 这时一家的人都睡了觉了 天下很安静 他独自靠在自己的卧榻上 很高的梅棱在金黄色的长发之间 微醋了 是在想他旧游之地的面点 面点的夏夜 这样的夜间 他说在面点是遍地是音乐 房里 草间 树上 都有昆虫吟轿 各种声音成为合奏 很神奇 期间时时夹着蛇鸣 嘶 可是也于重生相和谐 他沉思了 似乎想要追想起那时的情景来 我开不得口 这样奇妙的音乐 我在北京却未曾听到过 所以即使如何爱国 也辩护不得 因为他虽然目无所见 耳朵是没有笼的 北京却连蛙鸣也没有 他又叹息说 蛙鸣是有的 这叹息却使我勇猛起来了 于是抗议说 到夏天大雨之后 你便能听到许多蛤蟆叫 那是都在沟里面的 因为北京到处都有沟 哦 过了几天 我的话居然证实了 因为艾罗仙科君已经买到了十几个蝌蚪子 他买来便放在他窗外的院子中央的小池里 那池的长有三尺 宽有二尺 是种蜜所掘 以种荷花的荷池 从这荷池里 虽然从来没有见过养出半朵荷花来 然而养蛤蟆 却实在是一个集合式的出所 蝌蚪成群结队的在水里面游泳 艾罗仙科君也常常夺来访他们 有时候孩子告诉他说 艾罗仙科先生 他们伸了脚了 他便高兴的微笑道 哦 然而养成迟兆的音乐家 却只是艾罗仙科君的一件事 他是向来主张自食其力的 常说女人可以畜牧 男人就应该种田 所以遇到很熟的友人 他便要劝佑他就在院子里种白菜 也屡次对种蜜夫人劝告 劝依养蜂 养鸡 养猪 养牛 养骆驼 后来种蜜家果然有了许多小鸡 满院飞跑 抓完了铺地井的嫩叶 大约也许就是这劝告的结果了 从此卖小鸡的乡下人也时常来 来一回便买几只 因为小鸡是容易饥食 发沙 很难得长寿的 而且有一匹还成了艾罗仙科君 在北京所作唯一的小说 《小鸡的悲剧》里的主人公 有一天的上午 那乡下人竟意外地带了小鸭来了 羞羞地叫着 但是种蜜夫人说不要 艾罗仙科君也跑出来 他们就放一个在他两手里 而小鸭便在他两手里羞羞地叫 他以为这也很可爱 于是又不能不买了 一共买了四个 每个八十文 小鸭也诚然是可爱 便身松花黄 放在地上便蹒跚地走 互相招呼 总是在一处 大家都说好 明天去买尼丘来喂他们吧 艾罗仙科君说 这钱也可以归我出的 他于是交书去了 大家也走散 不一会 种蜜夫人拿冷饭来喂他们时 在远处已听得泼水的声音 跑道一看 原来那四个小鸭都在河池里洗澡了 而且还翻筋斗 吃东西呢 等到兰他们上了岸 全池已经是浑水 过了半天 沉清了 只见泥里露出几条细藕来 而且再也寻不出一个 已经生了脚的蝌蚪了 伊和西科县 没有了 蛤蟆的儿子 傍晚时候 孩子们一见他回来 最小的一个便赶紧说 嗯 蛤蟆 种蜜夫人也出来了 报告了小鸭吃完蝌蚪的故事 哎 哎 他说 带到小鸭退了黄毛 埃罗仙科君却忽而可念着他的俄罗斯母亲了 便匆匆的向赤塔去 带到四处挖民的时候 小鸭也已经长成 两个白的 两个花的 而且不负羞羞的叫 都是鸭鸭的叫了 荷花池也早已容不下他们盘缓了 幸而种蜜的住驾的地势是很低的 下雨一降 院子里满街了水 他们便欣欣然 游水 钻水 拍赤子 鸭鸭的叫 现在又从夏末交了冬出 而埃罗仙科君还是绝无消息 不知道究竟在哪里了 只有四个鸭 却还在沙漠上鸭鸭的叫 1922年10月 鸭的喜剧结束 此次录音由李津提供 鸭迅小说集 《呐喊》 《摄戏》 此次LibriVox 录音由公众所有 我在倒数上去的二十年中 只看过两回中国戏 前十年是绝不看 因为没有看戏的意思和机会 那两回全在后十年 然而都没有看出什么来 就走了 第一回是民国元年 我出到北京的时候 当时一个朋友对我说 北京戏最好 你不去见见市面吗 我想 看戏是有味的 而况在北京呢 于是都兴致勃勃的跑到什么圆 戏文已经开场了 在外面也早听到咚咚的响 我们挨进门 几个红的绿的在我的眼前一闪烁 便又看见戏台下满是许多头 在定神四面看 却见中间也还有几个空座 挤过去要坐时 又有人对我发议论 我因为耳朵已经黄黄的响着了 用了心 才听到他是说 有人 不行 我们推到后面 一个辫子很光的 却来领我们到了侧面 指出一个地位来 这所谓地位者 原来是一条长凳 然而他那坐板 比我的上腿 要下到四分之三 他的脚 比我的下腿 要长过三分之二 我先是没有爬上去的勇气 接着便联想到 私刑拷打的刑具 不由得毛骨悚然地走出了 走了许多路 呼听得我的朋友的声音道 究竟怎的 我回过脸去 原来他也被我带出来了 他很诧异地说 怎么总是走不答应 我说 朋友 对不起 我耳朵 只在冬冬 惶惶地想 并没有听到你的话 后来我每一想到 便很以为奇怪 似乎这戏太不好 否则便是我近来在戏台下 不适于生存了 第二回忘记了哪一年 总之是目击湖北水灾捐 而谭教天还没有死 捐法是两元钱买一张戏票 可以到第一舞台去看戏 扮演的多是明爵 其一就是小教天 我买了一张票 本是对于劝勿人 聊以色责的 然而似乎又有好事家 趁机对我说了些 教天不可不看的大法要了 我于是忘了前几年的 东东黄黄之灾 进到第一舞台去了 但大约一半也因为 重价够来的保票 总得使用了才舒服 我打听的教天出台是迟的 而第一舞台却是心事构造 用不着真作为 便放了心 延宕到九点钟才去 谁料照例人都满了 连立足也难 我只得挤在远处的人丛中 看一个老蛋在台上唱 那老蛋嘴边插着两个点火的纸粘子 旁边有一个鬼族 我费尽思量才疑心 他或者是慕年的母亲 因为后来又出来了一个和尚 然而我又不知道那明爵是谁 就去问极晓在我的左边的一位胖绅士 他很看不起似的斜瞥了我一眼 说道 龚云普 我身窥浅漏而且粗疏 脸上一热 同时脑里也制出了绝不再问的定章 于是看小蛋唱 看花蛋唱 看老生唱 看不知什么角色唱 看一大半人乱打 看两三个人互打 从九点多到十点 从十点到十一点 从十一点到十一点半 从十一点半到十二点 然而叫天竟还没有来 我向来没有这样忍耐的等待过什么事物 而况这身边的胖绅士的吁吁的喘气 这台上的咚咚惶惶的敲打 红红绿绿的晃荡 加之以十二点 或而是我醒悟到 在这里不适于生存了 我同时便机械的凝转身子 用力往外指一挤 觉得背后便已满满的 大约那弹性的胖绅士 早在我的空处胖开了他的右半身了 我后无回路 自然挤而又挤 终于出了大门 街上除了专等看客的车辆之外 几乎没有什么行人了 大门口却还有十几个人昂着头看戏幕 别有一堆人站着并不看什么 我想他们大概是看散戏之后出来的女人们的 而叫天却还没有来 然而业气很清爽 真所谓沁人心提 我在北京遇着这样的好空气 仿佛这是第一枣了 这一页就是我对于中国戏告了别的一页 此后再没有想到它 即使偶尔经过戏园 我们也默不相关 精神上早已一在天之南 一在地之北了 但是前几天 我忽在无意之中看到一本日本文的书 可惜忘记了书名和著者 总之是关于中国戏的 其中有一篇大义仿佛说 中国戏是大敲大叫大跳 是看客头昏脑闲 很不适于剧场 但若在野外散漫的所在 远远的看起来也自有它的峰值 我当时觉着这正是说了在我意中而未曾想到的话 因为我却记得在野外看过很好的戏 到北京以后的连进两回戏园去 也许还是受了那时的影响了 可惜我不知道怎么一来 竟将书名忘却了 至于我看好戏的时候 却实在已经是远灾遥遥的了 其实恐怕我还不过十一二岁 我们鲁镇的习惯 本来是凡有出嫁的女儿 躺自己还未当家 下间便大抵回到母家去宵夏 那时我的祖母虽然还康健 但母亲也已分担了些家务 所以下期便不能多日的归醒了 只得在扫墓完毕之后 抽空去住几天 这时我便每年跟了我的母亲住在外祖母的家里 那地方叫平桥村 是一个离海边不远 极偏僻的 灵河的小村庄 住户不满三十家 都种田 打鱼 只有一家很小的杂货店 但在我是乐土 因为我在这里不但得到优待 又可以免念 赤赤赐干 悠悠南山了 和我一同玩的是许多小朋友 因为有了远客 他们也都从父母那里得了减少工作的许可 伴我来游戏 在小村里 一家的客 几乎也都是公共的 我们年纪都相仿 但论起航辈来 却至少是书子 有几个还是太公 因为他们和村都同性 是本家 然而我们是朋友 即使偶尔吵闹起来 打了太公 一村的老老少少也绝没有一个会想出饭上 这两个字来 而他们也99%不识字 我们每天的事情大概是绝蚯蚓 绝来穿在铜丝座的小钩上 扶在河岩上去钓虾 虾是水世界里的呆子 绝不但用了自己的两个钱捧着钩尖送到嘴里去的 所以不半天便可以钓到一大碗 这虾照例是归我吃的 其次便是一同去放牛 但或者是因为高等动物了的缘故吧 黄牛水牛都七声敢于欺误我 因此我也总不敢走近身 只好远远地跟着站着 这时候小朋友便不再原谅我会读 嗤嗤嗤干却全都嘲笑起来了 至于我在那里所第一盼望的 却在到赵庄去看戏 赵庄是离平桥村无理的较大的村庄 平桥村太小 自己演不起戏 每年总付给赵庄多少钱 算作合作的 当时我并不想到他们为什么年年要演戏 现在想那或者是春赛 是涉戏了 就在我十一二岁时候的这一年 这日期也看看等到了 不料这一年真可惜 在早上就叫不到船 平桥村只有一只早出晚贵的航船是大船 绝没有留用的道理 其余的都是小船 不合用 央人到邻村去问也没有 早都给别人定下了 外祖母很气恼 怪家里的人不早定 续道起来 母亲便宽慰一 说我们鲁镇的戏比小村里的好得多 一年看几回 今天就算了 只有我急得要哭 母亲却竭力地嘱咐我 说万不能装模装样 怕又招外祖母生气 又不准和别人一同去 说是怕外祖母要担心 总之是完了 到下午我的朋友都去了 戏已经开场了 我似乎听到锣鼓的声音 而且知道他们在戏台下买豆浆喝 这一天我不掉下 东西也少吃 母亲很为难 没有法子想 到晚饭时候 外祖母也终于觉察了 并且说我应当不高兴 他们太怠慢 是待客的礼数里从来没有的 吃饭之后 看过戏的少年们也都聚拢来了 高高兴兴地来讲戏 只有我不开口 他们都叹息 而且表同情 忽然间 一个最聪明的双喜 大悟似地提议了 他说 大船 巴叔的航船不是回来了吗 十几个别的少年也大悟 立刻穿躲起来 说可以坐了这航船和我一同去 我高兴了 然而外祖母又怕都是孩子 不可靠 母亲又说是若叫大人一同去 他们白天全有工作 要他熬夜是不合情理的 在这迟疑之中 双喜可又看出底细来了 便又大声地说道 我写包票 船又大 迅哥向来不乱跑 我们又都是食水性的 沉染 这十多个少年 尾时没有一个不会服水的 而且两三个还是弄潮的好手 外祖母和母亲也相信便不再驳回 都微笑了 我们立刻一哄地出了门 我的很重的心忽而轻松了 身体也似乎舒展到说不出的大 一出门便望见月下的平桥内 驳着一只白棚的航船 大家跳下船 双喜拔前高 阿发拔后高 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舱中 较大的聚在船尾 母亲送出来吩咐 要小心的时候 我们已经点开船 在桥石上一颗 退后几尺 急又上前出了桥 于是驾起两只鲁 一只两人 一里一换 有说笑的 有嚷的 驾着潺潺的船头积水的声音 在左右都是碧绿的豆麦田里的河流中 非一般静向赵庄前进了 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 所发散出来的清香 夹杂在水汽中扑面的吹来 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汽里 淡黑的起伏的连衫 仿佛是踊跃的铁的瘦脊似的 都远远的向船尾跑去了 但我还以为船慢 他们换了四回手 渐望见依稀的罩庄 而且似乎听到歌吹了 还有几点火 料想便是汽台 但或者也许是雨火 那声音大概是横迪 婉转 悠扬 使我的心也沉静 然而又自施起来 觉得要和他 弥散在含着豆麦 熨藻之香的液气里 那火接近了 果然是雨火 我才记得先前忘见的 也不是赵庄 那是正对船头的一层松柏林 我去年也曾经去游玩过 还看见破的石马倒在地下 一个石阳蹲在草里呢 过了那林 船便弯进了插岗 于是赵庄便真在眼前了 最惹眼的是屹立在庄外 林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戏台 模糊在远处的月夜中 和空间几乎分不出界限 我一心画上见过的仙境 就在这里出现了 这时船走得更快 不多时 在台上显出人物来 红红绿绿的洞 静台的河里 以往雾黑的是看戏的人家的船棚 静台没有什么空了 我们远远地看吧 阿发说 这时船慢了 不久就到 果然进不得台旁 大家只能下了高 比那正对戏台的神棚还要远 其实我们这白棚的航船 本也不愿意和乌棚的船再一处 而况没有空地呢 在停船的匆忙中 看见台上有一个黑的长胡子的背上插着四张旗 捏着长枪和一群赤膊的人正打仗 双喜说 那就是有名的铁头老生 能连翻八十四个金斗 他日里亲自数过的 我们便都挤在船头上看打仗 但那铁头老生却又并不翻金斗 只有几个赤膊的人翻 翻了一阵都进去了 接着走出一个小蛋来 依依压压的唱 双喜说 晚上看客少 铁头老生也谢了 谁肯嫌本领给白地看呢 我相信这话对 因为其实台下已经不很有人 乡下人为了明天的工作 熬不得夜早都睡觉去了 叔叔朗朗的站着的 不过是几个本村和邻村的贤汉 乌棚船里的那些土财主的家眷固然在 然而他们也不在乎看戏 多半是专到戏台下来吃高饼水果和瓜子的 所以简直可以算白地 然而我的意思却也并不在乎看翻金斗 我最愿意看的是一个人蒙了白布 两手在头上捧着一只棒似的舌头的舌巾 其次是套了黄布衣跳老虎 但是等了许多时都不见 小蛋虽然进去了 立刻又出来了一个很老的小声 我有些疲倦了 托贵生买豆浆去 他去了一刻回来说 没有 卖豆浆的笼子也回去了 日理倒有 我还喝了两碗呢 现在去要一瓢水来给你喝吧 我不喝水 支撑着仍然看 也说不出见了些什么 只觉得细子的脸都渐渐的有些稀奇了 那五官见不明显 似乎融成一片的再没有什么高低 年纪小的几个多打哈欠了 大的也各管自己谈话 忽而一个红衫的小丑被绑在台柱子上 给一个花白胡子的用马鞭打起来了 大家才又振作精神的笑着看 在这一夜里 我以为这实在要算是最好的一辙 然而老蛋终于出台了 老蛋本来是我所最怕的东西 尤其是怕他坐下了唱 这时候看见大家也都很扫兴 才知道他们的意见是和我一致的 那老蛋当初还只是夺来夺去的唱 后来竟在中间的一把交椅上坐下了 我很担心 双戏他们却就破口喃喃地骂 我忍耐地等着 许多功夫 只见那老蛋将手一抬 我以为就要站起来了 不料他却又慢慢地放下在原地方 忍就唱 全船里几个人不误住的虚气 其余的也打起哈欠来 双戏终于熬不住了 说道怕他会唱到天明还不完 还是我们走得好吧 大家立刻都赞成 和开船时候一样踊跃 三四人进奔船尾 拔了高 点退几丈 回转船头 架起卤 骂着老蛋 又向那松柏林前进了 月还没有落 仿佛看戏也并不很久似的 而一离罩庄 月光又显得格外的皎洁 回望戏台在灯火光中 却又如初来未到时候一般 又飘渺的像一座仙山楼阁 满被红霞罩着了 吹到耳边来的又是横笛 很悠扬 我疑心老蛋已经进去了 但也不好意思说再回去看 不多久 松柏林早在船后了 船行也并不慢 但周围的黑暗只是浓 可知已经到了深夜 他们一面议论着戏子 或骂或笑 一面加紧地谣传 这一次船头的积水声更起响亮了 那航船就像一条大白鱼背着一群孩子在浪花里窜 连业余的几个老渔夫也挺了挺子看着喝彩起来 离平桥村还有一里模样 船行却慢了 谣传的都说很疲乏 因为太用力 而且许久没有东西吃 这回想出来的是贵生 说是罗汉豆正妄想 柴火又现成 我们可以偷一点来煮吃 大家都赞成 立刻进岸停了船 岸上的田里乌油油的都是结实的罗汉豆 阿发这边是你家的 这边是老六一家的 我们偷哪一边的呢 双喜先跳下去了 在岸上说 我们也都跳上岸 阿发一面跳 一面说道 且慢让我来看一看吧 他于是往来的摸了一回 直起身来说道 偷我们的吧 我们的大的多呢 一声答应 大家便散开在阿发家的豆田里 各摘了一大捧 抛入船舱中 双喜以为再多偷 躺给阿发的娘知道是要哭骂的 于是个人便到六一公公的田里 又各偷了一大捧 我们中间几个年长的 仍然慢慢地摇着船 几个到后舱去生火 年幼的和我都拨豆 不久豆熟了 便任凭航船浮在水面上 都围起来用手作着吃 吃完豆 又开船 一面洗器具 豆夹豆壳全抛在河水里 什么痕迹也没有了 双喜所虑的是用了八公公船上的盐和柴 这老头子很细心 一定要知道会骂的 然而大家议论之后 归结是不怕 他如果骂 我们便要他归还去年在岸边拾去的一只枯灸树 而且当面叫他巴赖子 都回来了 哪里会错 我原说过写包票的 双喜在船头上忽而大声地说 我向船头一望 前面已经是平桥 桥脚上站着一个人 却是我的母亲 双喜便是对一说着话 我走出前舱去 船也就进了平桥了 停了船 我们纷纷都上岸 母亲颇有些生气 说是过了三更了 怎么回来的这样吃 但也就高兴了 笑着要大家去吃炒米 大家都说 已经吃了点心 又可睡 不如及早睡得好 各自回去了 第二天 我向午才起来 并没有听到什么关系 八公公盐柴事件的纠葛 下午仍然去吊虾 双喜 你们这般小鬼 昨天偷了我的豆了吧 又不肯好好地摘 踏坏了不少 我抬头看时 是六一公公罩着小船 卖了豆回来了 船肚里还有剩下的一堆豆 是的 我们请客 我们当初还不要你的呢 你看 你把我的虾吓跑了 双喜说 六一公公看见我 便停了椅 笑道 请客 这是应该的 于是对我说 迅哥 昨天的戏可好吗 我点一点头 说道 好 豆可重吃呢 我又点一点头 说道 很好 不料六一公公 竟非常感激起来 将大拇指一翘 得意地说道 这真是大市镇里 出来的读过书的人才识货 我的豆种是历历挑选过的 乡下人不识好歹 还说我的豆比不上别人的呢 我今天也要送些给我们的姑奶奶尝上去 她于是打着椅子过去了 带到母亲叫我回去吃晚饭的时候 桌上便有一大碗煮熟了的罗汉豆 就是六一公公送给母亲和我吃的 听说她还对母亲几口夸奖我 说小小年纪便有见识 将来一定要中状元 姑奶奶 你的福气是可以写包票的了 但我吃了豆 却并没有昨夜的豆那么好 真的 一直到现在 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椰子的好豆 也不再看到那椰子的好戏了 1922年10月 社系结束 此次录音由李晶提供 鲁迅小说集《呐喊全书录完》